向大會的報告 今天簽到出席議員人數 以當法定開會而訴 現在請主席林議長宣布開會 林市長 林副市長 市府一級主管 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好朋友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宣讀第二次會議記錄 台中市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定期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時間 中華民國104年4月24日 星期五 11時10分 地點本會議室聽 假 宣讀第一次會議記錄 決議 黃錫嘉議員提動議 因補正第一次會議 三讀議案第一讀會程序後被查 以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一 市政府提案第一號案 檢送本市104年度地方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进行審議 決議以上追加減預算案完成一讀 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二 市政府提案第二號案 檢送自訂台中市空地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進行審議 三 市政府提案第三號案 檢送修正台中市道路管線工程 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案 進行審議 四 市政府提案第四號案 檢送台中市李林編主及區域調整自治條例 第八條第十條修正草案 進行審議 決議以上三案完成一讀 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並市長施政總報告 提出詢問議員 范松玉 謝明媛 陳成天 劉氏周 張昌宜 林魯周 張廟萬奸 李中 舒伯欣 黃新惠 楊正中 吳秋華 李立華 何敏成 朱暖英 李天生 何溫海 陳正顯 賴家維 舒慶雲 邱樹貞 顏立敏 陳清隆 陳世凱 蔡雅林 段維宇 張耀忠 洪金福 楊典中 張曼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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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張曼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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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他們還要回去是不是滷妹才可以咩 女士六十六八十分 九十一百 一百塊五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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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鬜 捷運綠線公安事件報告 但是本席請求003副市長離席 因為他已經被監察院彈劾在先 這裡來講 已經被監察院彈劾的人 應該調離非主管職務 靜候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看如何懲戒他 所以本席建議 請003副市長離席 因為他已經是被監察院通過彈劾的人 你請坐 不是啦 這個已經被彈劾的人 你們還要包屁嗎 已經被彈劾的人 請坐啦 沒有包屁他 請坐 沒有啦 沒有啦 坐在副市長的席位 沒有啦 請坐請坐請坐 別啦 請被彈劾的部市長離席 請被彈劾的部市長離席 別啦 請坐 請坐啦 好 休息五分鐘 好 休息五分鐘 多次回到六方 休息五分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市长 他所有人都被谈论了 公共工程 存在委内 都还没有定案 尊重人家一下 不要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了 有杨志冬杨毅元 不要这样子 杨志冬杨毅元 还没有存在 没有啊存在委内 对对对 请坐 请坐 来 那我们请加东局 局长 来 请报告 你妈妈在插好心 你妈妈在插好心 不管当代他要报告 他要报告 那是等一下你们行论的时候 有一次你在问他 请坐 本来就是要他报告 谁报告 他已经被调查 請坐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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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議員對媒體進行張案檢查報告 本市捷運縣位於北屯路 接近文新入口之捷運工地 4月10日發生嚴重公安意外 造成四死四三的悲劇 很重好不好 到4月11日下午 好,再休息一分鐘 好,再休息一分鐘 阿牧 好,再鬫複休息喔 一個我來就學一下 他見 ferry三朗 瘋üman 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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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副市长他们就位 黎市长 我说请市长 我哪有说副市长 我说请市长 跟副市长 别别说 那些机长就由交通局长 先请报告 好 但你再说 不过什么再说 不要留 来继续 林医长 张副市长 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 大家早 我是交通局长 依据 贵议会4月23日的 决议事项 就有关4月10号 台中捷运公安事件 在此向各位议员 各位媒体朋友 进行专案 检讨报告 本市捷运地线 位于 北屯路 接近文新路的 捷运工地 在今年的4月10日 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 造成事死事伤的惨剧 4月11日下午 台北市捷运局 已经提出 终结公安意外检讨报告 初步判定 因为人为疏失造成 目前捷运地线 已经全面停工 配合检调调查 所有施工意外的原因 本府基于行政部门的立场 已经由市长 在4月11日上午召开 台中捷运地线公安专案会议 其间也邀请了 台北市政府 交通部 中刚购公司 及远洋公司等 进行多次的专案会议 并在4月13日的市政会议中 提出了专案检讨报告 不仅要加速厘清真相 也要让社会了解事件的始末 以及本府未来的因应作为 本事件发生于 北屯路接近文新路口的 捷运工地 4月10日下午16时58分 施工单位操作单挂干粮时 发生干粮坠落事件 砸中一辆自小客车 跟多名的施工人员 经救务人员将伤者分别送往 慈激医院跟中国医药大学急救 仍然造成陈林谢邱四位受伤 以及谢杜梁苏四位的罹难 一级大众捷运法 本市捷运绿线是由交通部主办 台北市政府负责设计施工及监造 台中市政府负责土地取得及后续的 营运管理 整起事件的发生 依照台北市政府的说法 与施工单位位案工程SOP 以及未核定的时间工程进行有关 本府在过程中除自律后续上后 亦将调查厘清整起事件的责任 全面检讨 事件发生以后 本府立即成立跨局处的专案小组 投入紧急救难的工作 为了使民众能够快速地恢复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本府立即启动了安心关怀的小组 提供受伤者跟罹难者家属 周边的民众 捷运施工的朋友 及目睹整个事件的民众的 安心关怀的服务 在直栽劳工照顾的部分 这一次的公安事件 劳工举的FAP 除以事情发生第一时间 前往医院提供家属协助外 并多次透过电话 及亲自前往医院 及生命礼儀所和家属碰面 提供情绪上的支持 其中经过 开车经过的输信驾驶 因为涉及在彰化线 由本府劳工局长 于4月10号联络 彰化县政府的劳工处长 请彰化县政府FAP的同仁 提供相关协助 目前已经由彰化县政府 跟本府的社会局 救助专户 支应了慰问金 并在4月11日 发给了40万的慰问金 苏女士公祭当日 市长一定发给10万元 表达慰问 其中两位罹难者的劳工 因为涉及在台中市 符合本市职灾劳工 死亡家属 慰问金发问的资格 4月11号 各发给家属慰问金 40万元 含本府的职灾死亡 家属慰问金 30万 及劳动部的职业安全 卫生署 10万元的慰问金 谢先生 罹难者谢先生 为雇主的身份 因此不符合本市 职灾劳工 死亡家属 慰问金的发放资格 未以发给 唯有关家属 后续的关怀的事与 仍由劳工局协助 如个案家属 有经济上的需求 劳工局的FAP 也将进行协助 谢先生的部分 已经由民政局 向社会善心人士 募款20万元 作为慰问金的发给 目前相关的 球场的部分 法治局也成立了 单一窗口 主动提供家属 法律上的协助 同时协请犯罪保护协会 台中分配 提供了八名律师 全力协助家属球场 4月12号 4月22号 彰化及的 苏女士的部分 已经由义务律师 协助家属 和厂商达成和解 将在近日内完成和解书 的书面的签订程序 过程中 在医疗的协助的部分 由市长副市长 及相关的局处长 多次到医院探视 伤患 目前 陈先生病情稳定 已经在4月22号出院 林先生 因为意识不清 目前还在中国 复医复健中 已安排本周进行整形 外科评估 连股骨骨折的处置 谢先生病情稳定 于中国复医的 一般病房治疗中 邱先生病情稳定 已在4月20号出院 在相关罹难者的 公计事宜方面 苏女士已经于 4月18日出病 市长代表市府 出席彰化殡仪馆的公计 谢先生与梁先生 预置在今日的下午 在第一殡仪馆办理公计 另外罹难者杜先生 预计在4月29日的上午 办理公计 针对外界关心 这整个的事件的检讨 跟关心的议题 说明如下 第一 关于施工时间的一役 按照本府交融局 在103年的8月5号 核定的台北市政府 捷运工程局 及远洋营造工程 顾问福音有限公司 所提的钢结构 吊桩交融维持地画书 第一次变更的第一版 钢箱梁施工 必须于夜间 2330至0530来执行 远洋公司 则二于104年的4月8号 施工通报站提出 将于4月13日 到16日的夜间 至凌晨执行本工程 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发生前 远洋公司也在4月8号提出 他们将要在夜间到凌晨 执行这一项的工程 可是远洋公司却提前 在4月10号的上午 就进行相关的钢箱梁 吊桩的工作 与原本交通局核定的 交通维持计划书不符 该公司却于当日的下午 15时15分 才以施工通报单的形式 说明将在下午6点进行调关的工程 不调就在4点58分就发生了意外 依据台中市使用道路活动 施工管理知识条例的第9条规定 活动或主办单位 必须按照交通维持计划书 举办活动施作工程 并设置安全维护及指引设施 同条例第10条也规定 办理活动或工程的主办单位 必须在施工的前三天 将施工的日期通知主管机关 然而远洋公司并没有在上述的时间内 进行调砖工程 且施工的当日下午才进行通报 已经违反了上述的规定 按照该同条例的第16条的规定 没有依照交通维持计划书举办活动 施作工程或妥事指引措施 处工程主办单位或承拦人 3万元以上10万以上罚案 本府交通局在103年的8月8号到104年的4月10号 共收到远洋公司提出38张与钢箱两根车站区 吊砖工程有关的通报单 而其通报单内容所载的时间 有一日到30日都不等 并没有明显的标示出尽料地主 吊砖工程确切的时间 按照交通维持计划书 吊砖工程只能在夜间进行 这是所有施工单位 主办单位对市政府的承诺 既然原来交通维持计划书 就已经承诺要在夜间施作 为在夜间施作 为实施相关的交通维持计划 本府得以施工管理支条例第11条的规定 派员进行机查 必要时也要求主办单位来会同 过去在103年 全年对捷运立宪的工程机查的次数是25次 并未发现在日间进行相关的调查的这个形式 在104年到事发总共机查了5次 有3次跟工程的时间 跟原来承诺的交通维持计划书不符 因此分别被开罚了3万5万跟10万元 厂商任意变更施工时间 机查并不容易 但本府交通局未能在这个事件上 及时的发泄 本次的事故意外交通时间 在日间进行 进而及时阻止 针对外界赶工量灾的部分 台中市捷运绿线的工程 按照交通部台中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在97年签署的建设营运三方协议书 交通部是这一个建设的主管机关 台中市政府为营建跟土地开发主管机关 台北市政府是工程主办机关 依照台北市捷运局在104年4月11号 对外提出的台中捷运CJ920A标工程 1040410的事故检讨报道中指出 本标案契约预定实质完工日是106年的11月24日 契约预定的竣工日是108年的3月27号 全线预计在107年底市营运 109年全线通车 目前实际施工进度为43% 与预定进度40.5%超前 皆一计划进行 且进度有写取超前并无赶工的情形 另外依照审计部台中审计市 在102年提出的台中市地方总预算审核报告 本案骑程至核定骑程105年底 配合预算执行调整至109年底 本案过去因为用地取得的延档 增加土地征收成本外 相关建设成本也随时增加 且延后通车营运的骑程 影响整体连外运输系统的整合及发展 期待延模因应散策 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因此新市府团队上任后 由林副市长率队与北杰局展参共同的延商 在工程师座的面向 配合夜间的施工 人员轮休 但机械不休息的方式 采取同步平行的作业方法 部分土木工程完成后 积电工程就可进场施作 无需按照以往 土木工程全部完工 积电工程才进场施作 而市府能够执行的行政作业部分 本府协调内政部缩短特种建入审查的期程 台北市捷运局缩短土开厂站捷运设施的设计时程 是6个月 施工时程至15个月 让整体的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以达到107年能够全线市营运的目标 根据媒体报导 本次意外包商员工指出 远阳4月就4点就赶我们收车 动不动就罚钱 罚11万 因为这是危险工作 加速我们的赶工 赶经查 该乘坐厂商当日是吊砖工程师做 致死就不符合本府核定的交通维持计划 本府更无要求北捷或远阳 在4点中收车的道理 第三关于捷运围理的部分 新事务上升以后 积极协调台北市政府的捷运局 就已经完成了钢梁上结构 不影响施工的路段 进行围理相关拆除的作业 跟本次发生公安事件的地点 北屯路段明显不同 围理拆除跟公安事件的发生位置 请各位参照我们的检讨报告的第15页 按照北捷局中工处余电子处长的表示 意外事故工程现场的围理 因吊砖工程需要作业的时间 因此暂时撤除围理 可见当时的围理拆除 跟本府日前所提出的拆除围理并不相同 另外按照交通维持计划书 吊砖交通维持 好 讲重点 是 我尽量精简谢谢 接下来关于围理的部分 本府因为主动机查人力不够密集 也未能及时发现本次意外的事故 与大型机械进出而暂时拆除微移的期间 加上远洋公司未议规定封闭北屯路的部分车道 未能及时发现 关于交通维持计划的人员管制的部分 交通维持计划的精神 就是施工厂商工程主办单位 对市政府所提出的承诺 自然应该按照交通维持计划来进行 交通维持计划的实际的执行 是厂商的责任 后续的改善作为的部分 第一 目前已经进行全面的安检 在104年4月14号 台东市政府已经发函要求北阶级全面停工 4月18号台北市政府就事故发生的原因 也向本府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会中本府重申如果没有达到安全标准 本府不会同意复工 4月19号台北市政府委托台湾省土木祭司公会 就CJ910跟930标进行相关的安检 并提出为了安全考人必须有的工项进行的部分 由台湾省土木祭司公会先行检查 再向本府提出复工的邀请 这个案子的CJ920标 远洋公司因为劳动部的劳检署要求停工 远洋公司在4月21号提出了相关改善计划跟复工的文件 目前在劳动部进行审查 接下来关于修订本市道路办理施工管理自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我们将提高法则 要求工程主办单位及承南的厂商 当对用路人有重大安全疑虑或重大交通冲击的功项 必须提前于7天前通报主管机关 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才能施工 第四个部分进行相关合约的协商 本府已经在4月20号跟4月23号 分别邀请了交通部跟台北市政府 展开了三方协议书全者发分协商跟厘清的会议 希望能够寻求增加调整本府督导施工管理的事项 最后关于劳动检查的部分 本市的劳动检查处在4月10号立即派员前往了解原因 本府预计在5月1号承接台中捷运工程的劳动检查 对于发生灾害的CJ920标目前全线的停工 将进行相关的派员的检查 最后本市的劳动检查处 对于目前的劳动检查人力也提出相关的需求 目前劳动检查处的相关的检查人力 只编制41人 还有51名员员的查尔 本市将争取补期达到台北市跟高雄市劳动检查的水准 以上是关于这次台中捷运医院公安事件的检查报告 说妥当 请各位指教 谢谢 好那我们就要叫暗灯 仔细发言 谢谢主席 说谎局长下台 昨天终结公安事件4月13号发生之后 我们在专案检讨报告里面 12月 104年疫情 5次机查 3次违规 查获3次 以交为计划 不符 那么4月20号 新闻局记者 新闻局给记者新闻稿 本府交通局警察同仁 主动检查 至连出一斤 已达71次 新闻局长 卓冠廷强调 绝无减少检查次数 请问您市长 5次跟71次啊 相差了66次 请问市长 哪一个正确 哪一个正确 市长 5次跟71次 差了66次 哪一个正确的 你的新闻稿 跟你的 这个专案报告 检讨报告 不符 哪一个正确 市长 你答复一下 两个都正确 两个都正确啊 那市长 土皇帝 正说了算 土皇帝正说了算 71次 你还敢讲 两次都算 怎么算 怎么算 我们托拼市长 在第一时间 在第一时间啊 就表示 台北市政府 完全负责 相对的 你一回来 全部在推责任 连这一个检查报告 你也要推责任 5次可以变成 71次 你71次的 记录在哪里 你的专案报告 你专案报告 怎么写的 市长 市长 台中市民 对你的期待很高啊 不是光推责任啊 我们台中市任务交通局 都承认 三个书师啊 你自己承认的说 五个讨论 你要检讨啊 这些事情 都是什么 你没有做才会检讨嘛 你没有责任吗 你没有责任吗 推得干干净净 你要不要负责 你要不要负责 市长 你要不要负责 你要不要负责 市长 你要不要负责 现在是说谎的局长要下台 你要让我回答 你要不要负责 我负责 而且我一下飞机就已经讲 我们负起责任 你负什么责任 我们包括行政上的这些调查的责任 你负什么责任 行政舒适的责任 也要厘清 行政舒适的责任 对 如果有的话 市长 市长 你们都承认三个缺失啊 五个结论啊 市长 刑法130条啊 公务人员废尺职务 让城灾害啊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承认政府公告的业务 或计划 或公告的交为计划书 市同公文书 有没有伪造文书啊 有没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啊 这一些都是三年以下 十年以上的 我们法治局 交法治局 阵风处 你们为什么不用 疑似 来移送 移送调查 从上到下 都在包庇啊 从上到下都在包庇 我们张亮万间议员啊 在胡志强时代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专业监督的议员 为了选立委 为了选立委 终结啊 专案报告 忘了看五次啊 专案报告五次没有看啊 变成什么 改朝换代之后 林市长你就任之后 变成一个 专业护航的议员 来 专业 所以说 好 实验到 这个七十一次是 替你们市政 好 请坐 不呼唤吗 好 请坐 来 姚文昌员 请坐 好 执行 举定 不举定 在座的官员 所有的议员 媒体记者 我的信任 从四月十十号下午四点 五十八分 发生 终结重大的一个公安事故 当然 从报告里头 从媒体记者里头 很清楚 当然 我们要揪出 奥底 谁要负责任 是不是台北市 别人要负责任 是不是交通部要负责任 是不是台中市政府 要负责任 应该 许定 是说所有的民意代表 我们都要去 叫出来 对 事死 事伤 才有一个 交代 对家修 才有一个安抚 我是从资料当中 刚才杨正宗 议员也有说过 在报告当中 我们市政府 说只去 卡车 五遍 但是 我们新闻时 发布新闻 说七十一遍 我是一直感觉 市长 我们发布所有 市政府的一个消息 一定要通议 不要说交通局长 说我变客车 结果 我们新闻局长变七十一 你说都都对 这样的一个市长 我感觉 未来 你要发布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新闻 要有一致 不过你现在 说那些东西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当然 台 台中市政府 我是一直感觉 当然 到目前而止 我所有的议员 不管民进党 国民党 五党市 都一直要求 我们对 四十四三 所有的家修 跟他 去做学的家修 要有所交代 对未来 台中市 所有的 我们为了做协议 所以会 行人的一个安全 我是感觉 我们站在 我们出钱的 入庄 是不是 SOP 都有问题 我是一直感觉 在里面看起来 市长 这个不是一般 土木的一个工程 我想 结议 应该说起来 这都要非常非常 有经验的 所以台中市政府 市长 说一百天有赶 我一直感觉 尤其003 我们交通 转业的 为什么 公结 终结 所有的工程 所有的 处长 一百 一百天里面 双三 游主乡 对吧 一百空三年 三月催 到一百空四年的 二月催 再来 双李春贤 一百空三的 二月催 到一百空三的 四月催 两个的 又再双一次 现在双黄国师 对吧 我是一直感觉 这些处长 本省 还是认为 他的专业不够 所以 我们 整个终结 我想了 未来要做的 还很久 要完工 他刚才也报告过 还在 几十年当中 才能完工 所以在施工的 一个当中 我相信 如果没有切切实实 站在 我们去 给他感动的事情 我相信 我们公安事件 会再一次发生 当然 本省 一直认为 当然 我们造成 事实事伤的 一个惨剂 其政府 所有的议员 都为 不幸往生的 罗案者 都在 地哀 为伤者 来起伍 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工程的周边 竟然 我们这次发生的地点 违离警示不足 也有把部份贴调 而且工程单位 还在车略 拥挤下班的时间 刚才 交往局长也说过 我们的SOP 议事 决定不能做 为什么会出载 我们白天 正在下班的时候 那时候我听说 黄典 如果市长 我在想 市整个 到底 很简单 就叫对市 所以 在进行高危险的钢架 吊过一个工程 不关 北捷 不关交通部 尤其是台中市政府 根本 不顾人民的一个安全 输工单位 必须暂停捷运 所有的南线 高价的一个工程 由中央劳动部 以及 台中市政府 相关担任 前任 解释 的一个公安委员 我请安在 开关 开关 好 请坐 时间带来 先面 先议员 请发言 对 大家好 我相信 总结 这个 惨案 很不甘 相信 大家 看来 我包括 我也去 勉异 我看市長 也去 勉异 所以 大家都 不甘 也没去完 发生 但是 发生后 要怎么报告 我想你未来 我本来的时间 没时间 很多时间要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的 防御测师 还有你们的监督 是不是要加强 我敢让你们监督不拙 你说夜间 它既然可以在白天做 发生之后 我在现场 我赶到现场 我还说 SOP 整个都没有规划 它有车 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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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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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线 铺 铺 铺 有路面 30公分 所以整个 械铺 那麽精密要結合的東西 都一定會稍微一支稍微一支稍微整個都變過 還好這個是紅燈 沒有紅燈的話這次是更慘 所以我在這裡要請教我們副市長 林一三副市長你是交通專家 我想今天你當過交通部長 所以回來台中我想市長是借用你的專長 所以終結相當重要 我在97月的時候就簽了 他目前我看一下那時候還沒進來是議會 但我看一下他這個簽名 真的是充當的不公平 不平等的 白節不用議會付正 今天叫白節來他也不用來 他不必來啊 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會這種規定 他既然拿來錢 會那四天 甚至也要受到議會監督啊 是真的 所以在這裡我有幾點問題 我請教林務司長 台中市決議預算由交通部及台中市 分別編列 然後交通部撥款給台中市 然後台中市再會給交通部 交通部再發給台北市捷運期 你覺得這如何 這個是以前三方合約簽訂的一個狀況 那是交通部是因為主辦機構 是捷運工程的主管機關 所以按照這樣的一個標準作業流程 所以需要這樣的撥款 那這個我們也跟交通部跟台北市政府反應 現在這個撥款的方式 正在檢討中 台北市捷運期只有 即使交通部好嗎 因為台中市政府好嗎 他會覺得這樣 所以台中市政府 市議會也不用感動了 我只想在交通部來 市府付款的部分是 是部分的配合款 嗯 後來齁 我看你這個裡面有寫到 別節有款啦 錢你的錢 也有錢啦 結果沒有證明 台中市政府 有證明沒款 你該試試看對不對 這個 你以前做交通部長 你以前簽下去 這個這個不是 那不是我簽的 對我知道 那這一次 你老公了 九十三年了 你開了我知道 你一定會去檢驗 這樣簽對不對 這一次台中市議會的決議 我們也把這個意見 轉達給交通部 轉達給台北市 市政府 跟 捷運局 你關轉達五號嗎 你要要求 強力的要求 對不對 這樣發生事情 所以我們負了很大的責任 這一個感到不足 我想你是專家嘛 交通局的終結非常重要 帶動整個 海洋市大台中未來的發展啊 交通便利啦 你今天來當副市長 應該要最大責任 就是這個總結要做好事 如果你這樣 簽一下也不公平 不平等也不接受監督 然後錢回來會去 然後有錢無責 有責無錢 你現在很強烈的主張 要要求 有責任 最大責任 有責任嗎 拿錢去買責任 對不對 會總結 我們台東是只有責任 還要責任 我們要責任 我們要責任 還有其他嗎 你有看法 我們在協商中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 來 注意這個施工的安全 好現在調查 到底要調查多久 整日才五年輕 是誰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是負責任 政府司法單位的調查 我不希望你 你在這副市長 叫你的專產沒有發揮 對不對 不行嘛 是不是你 你叫你來 說什麼 是不是 後來 停工要停多久 會讓你要知道 這節已經過了七年 發生了多少年了 你是不是要繼續發揮 如果倒查無限期 然後停工無限期 你要想北東電區那裡 讓你這威力 尾到幾年沒辦法做生意 整個文心路 因為為了終結 請問文心路 好請坐時間到 好請坐 鄭長榮政議員 請問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區議員 媒體先進 現在對 台中市檢舉這個事件 現在社會大家在說 社會 沒有社會 社會沒有正義 什麼是對 什麼是屬非 分不清楚 台中市 一個市長身材 也說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 本身看一 整個的過程 通在心裡 做一些民調 我希望可以 真正當做這次事件 這個參考 五年前 我相信 剛才一些 大聲 在指責很多議員 這個過程都有看到 五年前 歐靈一零年 本席 一期市長 我就很強烈 至於 副市長 簽到這種 上全 五國的企業 三方合約 第一行 主辦單位是哪一個單位 叫做交通部 第二的單位 台北市政府 北捷 付著什麼 設計 建造 施工 都是北捷 台中市政府 付著什麼 土地出地 像拿土地去做 再來 未來的營運 經營 一序市裡面 台中市議會 沒有感到 看 那時候我看到這種序 非常的分開 也要求我們 整個議事領 要發揮我們議員 感到的功能 不可以這種合約 繼續 全責不分 沒有感到 看 只有出錢 做判 所以今天 看到這個效果 發生的問題 一味的指責 當初 黑狗頭吃 現在來叫 白狗大桌 天理何在 所以說 綜合這些 我本身一隻 整個建議啦 希望我們好好的 散失一下 拯對到三方契約 我問台中市民 這個三方契約 台中市 市民 拯對到三方協議 不平等合約 知道的人 有幾% 有同意這種 不平等合約嗎 總共有63%的市民 了解了 不贊成這種 不平等的合約 有63%的市民 不同意喔 同意這種合約 只有20%而已 所以說 拯對這項 台中市政府 要非常明確 來做適當的 來這個更正 第二項 拯對到這個市警 責任的歸屬 責任的歸屬 有53%的人 因為這是台北市政府 捷運 演良演奏 他們的施工 他們的建造 發生了問題 但是咧 怪罪是我們台中市政府的 因為我們市長要求提早施工 今年有18%的市民 五次 當作這是台中市政府 要來負責任的 所以說這點 這點 我們也說不夠清楚 把我們的市民 對我們台中市政府 三成五次 這個問題 所以說三成到 現在有這麼多議員 國民黨在批判我們台中市政府 要負起責任 第三項 我們現在 拯對到 經過 是不是 台中市政府要求 要求 現在這個欄干鐵條 其實我們台中市民 環路移民 這個政策 是支持的 這個問題我做一千兩百通 有 將近到73% 因為道路暢通 是贊成這個政策的 但是呢 也有20%的人 又擔心 這個工程 會危險 會産生危機 所以說 要求這個欄干不要拿掉 所以這點 我們說清楚 台中市市民 是需要 比較安全的這個時間 到底當時要擋工 當時要擋工 什麼程度 有辦法繼續時間 這是台中市民 現在要了解的 最後 這項 因為 政府的媒體 包括一些 不當的 這個論述 做成台中市 政府的民調 跟一國的情 是減10%的 滿意度 包括 這個認同度 我們希望說 這個事件 其實 政府 是交通部主辦的 包括現在現任的交通部長 有幾個知道是什麼名 叫做陳建廷 好 好 好 時間到請坐 好 請坐 請坐 議員看法很多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有 這件事 就是 真的不要混淆視聽 剛才聽到說什麼 圍裡跳條是對的 圍裡跳條又上報 圍裡跳條 當天 4月10號 施工的時候 圍裡跳條 剛才的民調我不知道怎麼來 根據本社所在座的民調 我跟你說 百分之百 因為圍裡他跳條 這是重度的工廳 他的鋼箱韓在中置的時候 沒有圍裡 那是什麼意思 超越過 圍裡所有的鋼箱韓落下的時候 剛才對的是 個人發生 我們的汽車變鐵板 所以本社啦 他說 他說 我們這次的公安事件 已經造成 國際 所以說全球矚目 我們 台中市民人心惶惶 可以說 全國人都震驚 無非是為了什麼 我們林佳龍市長 他真的只想拼績笑 所以直接 我們所有的議員 呼籲 林市長 請不要踩著 人民的屍體 當政績 傷亡者的夫婿 一定要好好做出來 今天要攻擊 未來 還有幾個在攻擊 你知道 這樣的一個傷亡 讓一個幸福 幸福美滿的家庭破碎了 未來這樣的家庭生活 沒有支柔 沒有支柱 受傷的人呢 關心也了解 他們再也沒有能力 做著 勞動的事務 未來這些人的家庭 我們要怎麼幫助 怎麼關心 所以 請不要推卸責任 今天的整個報告 就是推 拖 拖 拉 拆下 沒有承擔 沒有擔當 我們台中市民 希望的是什麼樣的政府 希望市長 要告別 希望市長 不是跟我們推卸 整個團隊 尤其我們王局長 獨家收索的報告 這讓我台中市民知道 真的 很感謝 很沒面子 現在選出這種事情 有這種事情 怎麼說呢 我們 就是要為百姓著想 今天不幸已經發生了 為什麼我們的報告裡頭 沒有任何一個報告 是有關於 如何 對我們的 受傷 死亡的 市民 做什麼樣的服務 婦序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想 這是最重要的事 每個家庭 每個家庭的資助 沒了 未來這些勞動力 他們也沒有能力再繼續做勞動的工作了 我要請問 報告書裡頭 一個字都沒有提起 難道 台中市的市民 生命不值錢嗎 所以本席 要了解 究竟未來 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 整個婦序的 過程裡頭 對他們 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我想 這才是重點 王毅川局長 您 剛剛的報告 報告書裡頭 沒有任何一個字 是寫的 為了要對他們 做什麼樣的服氣 這麼多的幸福家庭都破碎了 我想請教 林佳龍市長 我們要怎麼 安慰這些人 我們的責任一堂 報告書都沒什麼 我們要打算一堂 是要怎麼做 全案處理 好不好 市長請回答 好 相關的協助 傷亡者 及其家族的婦序 在報告書裡面 有寫 我舉個例子 以比如說 在彰化這個書姓的 女士 我們法制局也協助她 進行跟 包括遠洋跟中鋼購的一個 法律上的一個 這個協商 那麼目前 也達至啊 就是中鋼購 跟遠洋 他們要負擔和解金 這個數字也高達一千萬以上 所以這些案子 就是我們聚集在做 那其他的幾位傷亡者 也一樣提供法律上的協助 那因為這個責任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 都是勇於承擔 但是因為涉及到法律 這一些的釐清 我們要尊重檢調單位 在行政部分 剛剛我們的王局長 有提到 未能及時發現 遠洋 他施工的時候 違規 這個部分呢 在行政上 我們也進行檢討 市長 愛百姓好不好 是 每一個市民 我都把他看作我自己的家人 好好的照顧這一次 所有受傷的人 死亡的家庭 能夠感受得到 謝謝 請坐 宇宙林議員請歡迎 謝謝主席 這個我想 責任有兩種 一種叫政治責任 我不殺柏仁 柏仁 因我而死 第二種 當然就是所謂 直接的責任 剛剛啊 我非常欽佩 我們民進黨的這個 曾曹榮議員 他幫忙卸責 不但我們市府在卸責 連我們議員 都要幫著去卸責 大家想看看齁 我們今天是這個案子的業主 又出了百分之二十二的錢 中央出百分之七十八 我們出百分之二十二 然後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是這個案子的業主 我們又有一切 在台中市必須要做公安方面 各種的管制都必須要向台中市政府申報 結果我們沒有做好發生了事情 我們首先要被調查的就是王毅川局長 結果還會叫他來報告 坦白說這份報告應該是別人寫 自己寫自己犯錯嗎 天底下叫你寫悔過書嗎 你就是當事人憑什麼這個報告由你寫 憑什麼由你做報告 再加上我們一個已經被監察院彈劾的副局長 副市長還在做這件事情的監督的工作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如何能夠負責 我請我們民進黨的議員同仁 你們回想一下 兩千零十一年就是四年前 我們阿拉葉店大火的時候 各位你們是如何要求 胡志強團隊應該要負責的 胡志強團隊馬上有肖家綺副市長 立刻向市長請辭 也有兩個局長馬上請辭下台 請問你林佳龍你的團隊 哪一個人向你辭職了 哪一個人已經離開職位了 為什麼今天一轉換政權 你們的態度完全不同呢 我也看到我們張廖萬間議員 接受電視專訪的時候 人家也問他一句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執政 你們會用這種態度幫忙卸責嗎 你沒說這句 但是我感覺得到 你可以感覺你今天監督的態度 已經改變了嘛 今天民進黨為什麼沒有相同監督的態度 來面對今天這件事情 我講謝哲是今天我看到這整份報告裡頭 最重要的答案就是謝哲 沒有看到哪一個人覺得應該要負責 前兩天我去剪頭髮 幫我剪頭髮的老闆娘都跟我講 這個工程沒做好 為什麼要把圍梨拆掉呢 他說這不是常識嗎 工程沒有做好拆了圍梨 萬一東西掉下來打到人 就是今天這麼簡單的事情 連百姓都知道工程沒做好 不應該拆圍梨 但是我們今天就去拆了圍梨 那另外本席也覺得很奇怪 我過去都是看到政府單位 為了要趕工請議會幫忙 編列這個趕工獎金 我們都是看到趕工獎金這樣的預算 我好像沒有看過說如果沒有趕工要罰錢 請問你你罰了錢之後要拿到哪裡去 理事長我請教你 人家那個死亡的兄弟 他說如果沒有做要罰錢 請問你你罰了錢 這筆錢你要放到哪裡去 我們議會沒有給你編一個罰款收入 你編了這個 你跟人家要罰款 罰款你準備交到哪裡 請林市長回答 對廠商的罰款 你放到議會哪一個科目 請你說明 主席 主席跟議員 這個是對北捷罰款 不是對廠商罰款 那北捷就對廠商罰款了 那是北捷他在外包 就是包括給遠洋中鋼購 跟下包的時候 以這一個 就是遠洋端他就下面下個 三個下包商 這是他們之間的 請教一下 我們這一個人 我們並沒有罰款收入 直接就是北捷 那當然北捷他付相關的 這一個設計 請問你要不要付政治責任 你要不要付政治責任 已經負責任了 唯一在的有跟家屬致歉 而且我們也承擔起責任 雖然在外面很多的一些批評之下 我們也勇於檢討 所以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操之在一起的 我們已經全面的來加強改善 那有些需要跟這個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協調的 我們也會積極來協調 希望能夠改變這個不合理的三方支援 協議書謝謝您 對小豬謝高 市長 逝者一矣 來者可查 逝者一矣 來者可查 今天 台中市為了 鞋印犧牲的四條人命 當然我們不喜歡 像這個剛剛李議員 李立華也講說 未來還會死更多 但是我希望 不要再發生 未來還要增加幾個會死的 我想這樣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結果 今天我們不要留意口水戰 所有 大家 總共有證明 今天有一個 接政無事三個四個團隊 要叫他露台 要叫他全部證明 可能 太過為難他們 但是我們民意代表 也不能夠沒有責任 當初 胡志強團隊通過這個議案的時候 這種不平等條約的七月議案的時候 相信他一定有送來議會 大家那個時候 每個都有監督的權利 都有把這個議會 退回的權利 我想每個議員 在那個時候 就應該睜大眼睛來看 這樣的一個條約 那今天我們不要去講說 前朝的責任 或是我們現在團隊的責任 我們不需要去分這樣子 要未來怎麼樣 落實終結悲劇啊 落實權責 重新議員啊 是你嗎 這是最重要的 落實權責重新議員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一直以憂 一直以信 未來還有很多更危險的 存在我們的面前 你看看 你如果不查的時候 你看他們的路線上多少錢不數 你敢知道 你也不知道 剛上團隊上來三四個月 很多百會待舉 很多東西 都要去整邊待字的 你敢不敢去 顧到這個 捷運這個 不知道嘛 所以說 我們也要拜託副市長 捷運 我們現在很強調的 今天市長會請你來 就是因為 你有這樣的一個專長 你也很強調的 捷運 各中央的對談 由你來 帶隊 跟台北 來做這樣的一個協商的 所以這方面來講 要拜託副市長 以你的專長 一定要為我們同事 把這個條約 重新再擬定 讓我們同事有全權監督的職責 再來局長 今天不是要你發責三萬 一萬到三萬 現在變三萬 五萬到十萬 現在八萬人就變十萬 不是這樣 你有辦法改革事情 這不是問題啦 我要問你 我問你 你現在 你們現在的人員有沒有增加 各中你跟他報告一下 目前 目前在這個交通局可以動用的人員的部分 在這整個交通維持計畫的機場 我們用不影響原來公務執行的方式的情況之下 現在都全面在加強機場 人員不足 人員有增加嗎 目前就做工作上的調整 人員的增加在明年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會提出來 明年 明年是你又司法想要怎樣 今年就是用現有的人力 不影響原來公務的情況之下 做人力的調整 我不管你啦 你人也不夠了 你先把市長報告 是 市長 應該可以再增加人員 只有這專門的人員在監督的地方 監督你北捷 監督你捷運 這樣能夠防範於未來 這樣才對 不管你有欠人 一定要講 我們就是改善 這樣才能夠 不然不會發生這種事 我想應該是 我們現在要改善就是這方面 要不然你空口說白話 你現在人也沒增加 你自己講的 今天就是因為我們的 主動機場人力不夠密集 就是人力不夠 你交融局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還有VRT要做 還有很多道路要開發 你跟那些人有夠 不夠 不夠 你拿去那些市長報告 該補的就要補 這是你們團隊未來的一個導向 你們做無三個月 要跟你扶政人 不說白 要跟你露台 不說白 你正說的也沒不對 你發生態事 你做報告也是沒不對 但是沒有你報告 什麼人要報告 也是要你報告嘛 報告就是要改善空間 一定要把你誠意拿出來 這樣民眾才能夠對你們新的團隊有幸福的能力嘛 我是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不然在這裡口水戰都沒效啦 前朝現在大家都以此為見 前朝簽的不平等條約 沒辦法簽就簽了 大家都有證明啦 當然那時候我沒有做議員我不知道 但是我早就有送來議會嘛 大家都看到嘛 大家都不用辯解啦 所以說這就是今天我們要改善的 要面對的事情 這樣好不好 很會搞嗎 如果有事人的情況會不會我找你報告 要如果有發生事情市長 承諾一下再發生事情的時候就要有人下台 好不好 好請坐 黃先生議員請歡迎 好謝謝議長齁 我們覺得啦齁態度決定一切齁 你的態度是什麼很重要 剛剛有議員講到說前朝簽的不平等條約 我在這裡要重申 剛剛講的在五年前簽的合約 那時候是小台中不是直轄市 小台中那時候沒有捷運局 也沒有人才 但是呢因為中央的錢補助款 已經明顯的要下來 如果我們那時候不簽約 這筆錢是會收回去的 第二件事情 小台中跟這個簽約呢 因為我們不是主導權 因為我們的配合款 22% 他們中央出78% 我想那個003副市長 你應該很清楚啊 還有如果我們是用直轄市 我們是主辦的話 那我們呢 我們配合款要增加到50%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你點頭囉 對吧 不要再扯錢吵的事情 因為呢 王毅川局長 你剛剛講說 拖延到時間 增加成本 對不對 那你知道 誰拖延到時間 誰增加成本的呢 請你回去 把所有 這個過程請調查一下 是誰 是誰 帶著民眾 拖延時間 增加成本的 我們齁 要告訴我 這樣齁 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現在問齁 我們台中市齁 如果這是不平等條約 我要問一下 林市長 台中市是不是業主 來 請回答 你是不是業主 主席 因為這是交通部 他所主辦 然後 你不要再講這句話 大家都很清楚 交通部 我問你 你是不是業主 你是不是業主 我們 本身是提供土地 以及後續的營運 我們是三方企業的秉方 所以如果業主本身來講的話 應該指的是交通部 請你坐下 他辦理這個工程 我們出配合吧 請 所以我們就列為秉方 這一點是需要理性的 請坐下 業主的心態 我告訴你 你是不是業主 就是心態 心態的問題 請你尊重好不好 你影響我的發言錢 還有齁 如果呢 你的心齁 是正面一樣的 愛戴市民的話 你如果用 你對BRT的關心程度的話 百分之十就好了 積極的放在終結 今天齁 這個公安事件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啦 但是我們看到了 整本的這個 這個報告書 沒有一句道歉 你就是來推 推給北捷 推給遠陽 當然北捷跟遠陽 很過分 害我們死了那麼多人 太過分了 實在太過分了 但是我們台中市 台中市的大家長 你的態度在哪裡 你有愛民奴子嗎 你很會推喔 我告訴你 你說剛剛王毅川說 我們的工程進度 已經超前了 我們本來就應該在 2018年可以完工 對不對 你剛剛講了 可是為什麼你會在 那去吃幾號啊 1月的時候 你的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你很了不起 你去要求 終結 遠陽這些施工單位 我要2018年我就要完工 那你為什麼還要發這個新聞稿 我問你 欸新聞局長 你是 你是要徵這個工嗎 你是要徵這個工嗎 欸這個都有新聞稿勒 可以很清楚很明顯的看到 你就是2018年 你剛剛講說 2018年是正常的工程 你沒有要求他提前 可是你在新聞稿裡面講喔 2018年要求要提早完工 欸為什麼是這樣 發生事情就不是你啦 蛤 我不要你回答 因為齁 你已經回答過了 在媒體齁 在報紙上面都有 我告訴你齁 然後呢 我們也覺得你很奇怪 遠陽齁 你在第13頁的時候 第13頁講 這所有的調掛施工單的報告單位 明確的指出時刻 可是呢 這已經是連續的事件喔 連續事件 絕對不是偶然欸 所以你台中市市政府是 默許他這樣嗎 默許嗎 還有剛剛李中議員 一直在質疑你 你罰款的收入 你的改善情形 你只有說 你要重罰 還有呢 你是怎樣 重罰是除了充實事故以外 你有對市民的安全財產有何保障嗎 我剛剛有 剛剛有聽你說你 好 好 時間到 好 請坐 謝謝主席 我想身為一個台中市民喔 我們天天在這個捷運的土木聚榮下經過 其實心裡都是會擔心 會不知道說哪一天 這個意外會再度發生 所以在公安上 是沒有顏色的區別 沒有對象的區別 那我想今天 這個台中捷運的公安意外 既然在我們台中市發生 那台中市就不能說沒有責任 尤其林家榮市長 現在已經是台中市的市長 所以不管怎麼樣 林市長還是必須要蓋瓜承受 那麼林市長剛剛 其實也很清楚的 有回答說會負起該負的責任 但是我們在這裡要很清楚的說 在現在的這樣子的架構下 本席實在不了解 台中市政府現在到底 有什麼樣監督的機制 其實早在20082009年 當時捷運綠線要動工 本席就跟好幾位議員 有跟馬英九抗議 當時就是抗議說委託北捷 會拖垮中捷 就是抗議說 當時北捷 惡名昭彰紀錄不良的這些工程紀錄 包括貓籃 包括新生高高架橋 包括通車不到兩個月就發生 四五十四當機的這個炸 當時說的炸弧線 所以我們對於北捷工程的品質 沒有信心 當時本席還要求 市政府應該要跟北捷 要解約 我們自己應該成立捷運局 自己來蓋 但是當時市長說 這個是少數議員的意見 當時副市長說 出了事情 找北捷負責 我們不是出了事情 才要找北捷負責 我們應該要清楚問題在哪裡 要面對問題 要解決問題 確保這些事情 不會再度的來發生 那我在這裡也必須很清楚的說 我們今天 終結意外公安的專案報告 也有邀請北捷來列席 來跟本會做報告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沒有看到北捷相關的人員 來出席 在本席的印象當中 過去有擔任議員這十幾年 曾經要求過北捷來跟本會 做過兩次的報告 但是沒有一次 他是接受本會的質詢 所以這個在我們現在在談的三方協議書當中 這個是很荒謬的一個事情 因為在這個三方協議書當中 他很明確的表示 他不需要出席地方縣市議會的備詢 台北市議會沒有審查捷運率線相關的預算 但是北捷卻有執行預算的權利 而台中市議會 台中市議會 我們台中市有出席 我們說沒有辦法 要求執行的單位 我們卻沒有辦法監督它 所以我今天要說這真的是很荒謬 我們給錢邊邊的交通報 交通報 把補助款撥給台中市 台中市把這些相關的補助款 再撥給交通局 交通局再撥給台北市政府來執行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台中市政府跟台中市議會 既然沒有任何監督的機制 今天我們要清楚問題 要面對問題 要確保這些事情不會再度發生 所以本席在這裡 還是如同過去一樣 我已經好幾次的在議會 包括跟胡市長提出質詢 我們應該要求當年簽訂的行政院 然後治國院長 跟這個現在的柯P市長 跟我們林家榮市長 要重啟三方的協商 應該要重新議約 建立全責要相互的協運管理模式 那麼過去 好 時政到 好 時政到了 時政到了 我們請致力委員主長您歡迎 好 謝謝 主席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終結 臨難者的出病日 林市長說 這個懲處無上限 但是 事到今天呢 我們所看到的龍團隊 只是一再的卸責 根本沒有人扛責 難道這只是我們林市長 嘴上在說負責任而已嗎 今天是出病日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痛心 尤其我們台中市政府 對於 家屬們都沒有特別關心 過去 台中 阿拉越電發生大火的時候 我們台中市政府 有先代為球場 讓他們安心 結果 你們有這樣做嗎 對他們也太隨便了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痛心 今天其實 你們的舒適是非常多的 交通局長說 北捷 負責發報監工 不關台中市政府的事 人在你們島的時間 你這樣不可以動作不開嗎 這樣不可以說自己不關心嗎 在你們島的時間不關心嗎 綠線捷運工程 這個進度已經超過 領先超過3%以上 你說沒有 沒有趕工 沒有逼工 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 為了趕工 我們的施工品質非常的惡劣 千顆這個螺絲孔 只鎖了八顆的螺絲 要來固定 這根本就是豆腐渣工程 SOP都是假 工程品質這麼惡劣 又便宜行事 是遇到了我們這個懶 懶官僚 沒有盡到監督的責任 人命何故 這跟你們無關嗎 這跟台東期間無關嗎 為了求百日有感 我們也提前拆除為禮 基本常識的知道 剛剛我們李仲議員也講 還沒有完工的東西 既然可以把它拆除為禮 你根本就是 不顧到百姓的安全嘛 只求你的百日有感 釣擦鋼梁 是這麼大的公共工程 這麼危險的工程 你都不用交管 施工地點不用進空 更何況 大白天 尖峰時間 也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施工 這跟你們都無關 還有我們沿揚施工通報單 通知了八個單位 要來施工 既然沒有一個單位發現不對 而來趕快的阻止這個施工 這你要這個疏失 你都無關嗎 還有 目前 不是說要停工了嗎 為什麼文新南路那裡還在施工 局長你說一下為什麼 報告議員 文新南路是CJ930標 是大陸工程承南的 這個部分因為他們要做停工程 停工前的準備 必須把相關的工程的設施固定好 另外包括法子溪 因為他們有下挖的工程 這個工程如果不把它做一個結尾的話 到遜起來的時候恐怕會引起更大的災難 所以這個部分台北市政府的捷運局 有把相關他們因為要停工 而必須先做的這些安全的工程 先已經報到台中市政府的交通局 那這個部分如果沒有讓他做完的話 好你坐下你只要把安全做好 說停工就要停工 我本期在這要求全面停工 而且要做總體檢 不能再夠有這個夠複雜工程 你們要監督好 可不可以 林局長你可不可以 還有本期要求我們社長你一定要負責 死了這麼多人 人命何辜啊 你不能只有嘴上做負責任啊 陳柱 終於換我講了 今天很奇怪 我想 終結 公安意外 死了四個人 那麼多人受傷 我相信 市長我看你也很艱苦 不然你不會對韓國水回來 我想 在議會啊 今天 我實在很敬佩我們 國民黨籍的議員 實在很適合做在野黨 今天我看那個海報 貼得好像在開運動會一樣 那個市長我發現 在座被詢的官員 也都沒有機會做說明 這找到這麼嚴盡 明明有誰也說不說 實在說 我是覺得 當反對黨 我當 很感謝楊正宗議員 稱我專業議員 因為 對的 我學了 不對我妹 我不會從頭都罵到尾都不給人家講話 你可以去問胡市長 我當時也都會讓他講 所以 林市長 我讓你講 終結的公安意外 公安意外 我們市政府負的責任 你有沒有說要負責任 有 會不會擔起責任 擔起責任 一定的 對齁 你就有說要責任 我這想不說 我也一直在電視部署也有聽到 說要打正宗 但是我也檢討過說 我們市政府啊 可能在媒體上的反應啊 因為當時三方契約 讓大家覺得說 哇 這個正宗的追 還要説一段 我就來辭到 不是我們直接發包 直接不能追究 所以啊 可能覺得委屈 所以你講話的時候 人家覺得說你謝責 我想這是一個沒的 先報告 我一再的 表達對 呃 傷亡者及家屬的一個 呃 呃 道歉 那也表達會 承擔起最大的責任 那因為這個必須建立在一些 法的基礎上 所以有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說明 包括合約書 但是 這個不是作為任何齁 我們不去承擔的 啊 一個藉口 我們事實上 操之在一起的 我們一定要檢討改進 齁 而且會承擔起責任 那屬於因為在法令或契約上不足啊 我們也積極的在展開協調 所以這個部分包括 呃 議員所關心的三方協議書 事實上 林副市長已經跟他們協調數次 也有一些進展 裡面齁 當時我們的同仁 我們當時在野黨 我們就已經 講到這個 裡面有一個以防不出席 地方縣市議會備詢這句話 會讓我們今天 產生意外的時候啊 全力在北捷 結果我們追究責任在地方政府 然後呢 我們今天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只要來講這個事實 我們就變富航 但是我實在很不了解 包括我上電視節目 包括我去 這個要了很多資料啊 所有的 你請坐 所有的圖幕結構 即使說 遠洋營照啊 該死啊 現場第一 在第一現場監工的 剛才朱藍營議員講的 螺絲 收八的啊 現場監工 直接監工的就是我們北捷 跟遠洋營照 跟這個顧問工程公司啊 因為我們委託他做 是高通部委託的 我們是 我們無法對工廠做 直接的感動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三方契約最大的問題 結果大家齁 好像今天都在追究 市政府當然有責任 剛才講過了 但是現在大家都在追究什麼 在追究市政府 那真的最大 包括我們在媒體看到這些冤魂 說實在 我想家屬今天聽到了 如果說遠洋營照 好像講起來也沒什麼責任 好像北捷也沒有什麼責任 都是我們台中市政府的政務 這樣市政府彈後就下台 局長換人 我覺得這樣叫公道嗎 這樣叫做還這些死者公道嗎 所以我也認為說 我們有幸大家成為新的議會的議員 六個理想貪圖啦 不要說說公道會變富航啦 那我也可以講啊 追小放大 追市政府的責任 放遠洋營照跟北捷責任 這樣是誰在富航 三方契約不平等 今天造成問題了 不去好好的檢討 全部都要市政府來承擔 新的市政府來承擔 那是誰在富航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市政府 我覺得市長 我們市政府不敢要檢討 我們在三方契約下的有權無權 造成這樣的問題 有責無權造成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要防止 還有好幾年的公期啊 還有好幾年的公期啊 這樣我拜託都會不會清啦 責任都會不會清啦 我想該是你們的責任 你們也逃不掉啦 現在監察院 現在行政院 包括現在法院啦 我看都不會對綠色執政太客氣 所以你要好好做 責任該擔的擔 但是呢該檢討的 我們也是要檢討 好 現在請坐 陳文貴議員請問 好 謝謝主席齁 林市長 這個 其實捷運綠線 在通過這個預算 送到台中市議會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肯定 那時候我堅持說要定化 堅持地下化 那時候 那時候齁 台中市四個大家有三個 我都在會議紀錄裡面 有寫說我們堅持地下化 你看看現在事情發生了 所以說我之前堅持也 我們的道理在 有什麼道理 在 我要跟你說齁 其實說齁 三方面 契約合約的三方面 都有責任 剛才你也有生意說有責任 很多人在說齁 你說 有時候齁 你說鄭曹榮議員在說 我覺得這樣也是 替我們說太多 說變步太多 現在過去問老百姓 你知道說 圍利啦 或是施工什麼 百分之幾 這其實說齁 平常說齁 一般老百姓 怎麼知道你合約是在裡面說什麼 你就誤導視聽 這樣都不好 這樣子會幫你 是個負面 齁 我覺得鄭曹榮議員 這個做調查齁 是一個負面 對你是一個負面 我覺得你剛剛如果說要承擔 就是不要血責 齁 這就來講嘛 我也在這個所在 來講一下 我們的三之二齁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 那個合約書裡面 有寫到 你看看 秉方以甲方補助額度 拓列預算 按實際工程進度 出具 據領 領據 請撥補助款 那甲方 甲方就是交通部 撥付補助款 致以秉方 就是我們台東市建庫啊 秉方就是我們台東市建庫啊 將中央補助款 及地方配合款 就是我們配合款 百分之二十二 其中多少錢嘛 在撥付甲方 由甲方 撥付乙方 對吧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這樣 在很多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責任上 我們應該要朝著 是不是要照顧 而且要整個釐清 我現在要說一句話 你本身你的交易計畫 我問一下交通局長 我請教你齁 你交易計畫 是廠商提出 還是交通局提出的 廠商提出交易計畫 是一種承諾事項 你說得對齁 再來 捷運綠線其他路段的一個圍禮 是什麼人提出要撤除 廠商還是我們交通局 這個是我們跟這個北結局協調 你講這句話好 是誰提出來了 不然在合約上本來就一定要有圍禮 這誰提出來要撤除 因為我們是上部 上部的結構已經都做好了 還在施工中 還沒完成喔 你不能再做這個 我說你什麼 提出來 你要把它說得好 你要維護我們的一個道路一個通行 你把它縮小 把它拆除掉 哪個地方要縮小 哪個地方要退小 我都要左轉 廠商提出還是交通局提出 北結 北結提出 是你們要求嗎 我們希望他們沒有要做工程 沒有安全監獄 沒有啦 是你們要求的啦 是不是啦 安全啦 安全的 這不是你們要求的嘛 你要說出來 不然你說北結 你說撒給北結也沒意思啊 勇於撐單啦 我覺得是這樣而已 沒有 報告議員喔 這個工程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要做 上部的結構 上部結構都做完了 那我就知道意思啊 不過現在阿北完工就表示要在施工中 這點你要記得齁 我現在好 我問你 那我就 我就說 我問下一句 如果還在施工中的工地 還在施工中的工地 可以拆嗎 如果還在施工中的工地 不能拆 對啊 那這個合約有規定嗎 合約沒有講那麼細 沒有講那麼細喔 阿路 我請教你齁 好你請坐坐 來勞工局 勞動公安 可以檢查嗎 台中市政府 報告議員 目前我們沒有這個權限 沒有這個權限 對 要五月一號 那你是說中央如果交辦下來的公安 要交到我們市政府我們可以查 以外的都不能查 在我們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的室內 有公共工程的 你都不能調查 都不能 我們是有關勞動安全的 的檢查這個部分 勞動安全 公安的事啊 你們常常不是到什麼 到那個 那個施工安全 重劃區 還是說一些我們中央 一些工地 你們都去調查怎麼 只要這不可以去查 因為五月一號以後 有關捷運這個部分才會 我會說嘛 一點 這點我不是好心 來你們說 你齁 勞工局跟我們 我們的交通局 這兩個單位 本來就可以有權嘛 對不對 怎麼會沒有權呢 你是說齁 人數不夠 好 來補人 我現在還沒看的啦 好請坐 好時間到來 何文來議員是發言 感謝這些 林市長 以及主管 我們 董林 我們的記者好朋友齁 當然啦 好人就叫車 派人就發了一卡 今天各位董林說的 都非常有獨立 當然 國民黨 董團啊 表演了 不錯 因為在家董的精神拿出來齁 一百塊 今天 都非常 有 材料 董的氣勢 非常客氣 感謝 謝謝你們齁 這個材料 董的精神拿出來了 當然啦 這個 以外的發聲 大家都沒有 對 還有肩膀 去搭 這樣而已 大家都沒有發聲 這個 大家 那個 命案齁 之前發聲 我們 不管 是我們 高通報 白杰 我們 台東市政府 他都要 沉重啦齁 啊 當然 我們 不應該當初 這個 白杰也好 沿洋也好 其實啦 沿洋營造 如果是一個 真不好的營造 搶 他的紀錄 不真好 白杰 如果不真好 派文 拜託他們來做 事情發聲 大家 當然 一直寫謝忍 我們地方政府 還是我們的 地頭發聲 我們就閃不路 有款 我們沒有款啦 不過啦 這個我們現在要打 所以之前就發聲 請任市長 比較有佩力拿出來 當然市長都說 一定是 全補負責的 證清 當然啦 這個 剛才 楊正宗在說 議員在說 我們 七十一家的 這個 粗茶 其實啦 不辣啦 超過啦 當初 我們的 高通教 他的復古 我又有提到 這個 環保教的 環保教的齁 環保錢 他啊 他的 客家 一百公司 有三十九次 總共啊 有七十次 啊 當然啦 那個 那 那 就發聲 發聲之後 一百公司 到三月底 啊 這個 當中的報告啊 其實啦 這個時間啊 當初的環品啊 就非常 錯誤啦 因為 認知中國台報告齁 當初的施工方法 大陸工程兩標 演員一標 大陸工程 剛才我們家的門口 我博物出的頭前 他們的 正正啊 為了要圍條 正正啊 他當初的幾位啊 當初台北市的土壤啊 都刷 都刷 都頂的 用 用例如下去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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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用台北的施工方法 台東市的土壤啊 不止不止 我們都是鐵欖人 愚賴師 我們集配 開最重 robust 佣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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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咐 那個本社 如果要 有 Child ł 中国有198座啦 摁иля 缺濟啦 不過 198座的 湯嶽减 結果 所яд трех Stand 定gesch 圓楊兩間,大陸工程一間 一間發十八萬 其實啦 光說噪音,光那條捷運,大家也還要遇 因為施工都還不對 有當初台北市的那種軟土在處理 所以當初環評我就問不對了 所以這件我們今天出問題出資 都是交管的問題 剛才有說蔡維麗 發生這個問題 敢說是發生這個問題 其實啦 本市的感覺蔡維麗都沒有什麼關係 出資交管啦 萬人出資交管,這交管到底責任歸屬 這是共點 交管 你說蔡維麗 已經為了大眾通行 不要英文大眾通行 所以這條維麗本市支持 這對 我告訴你,如果有聽不聽 這麼大的東西想下來 不管什麼理 一樣 發生就發生了 有意不有意 這四十五米 看幾檔 落下來 你有圍裡沒有你都一樣意思 所以啊 這圍裡 我是沒有 跟這個 前因後果 沒有什麼關係 讓你有聽不聽 把它落下來 就是要承擔 這件事 這件事 出資交管 我從 一萬兩千里 交管到公關 好 市政道 好,請坐 加州國議員請問 主持人 主持人好 各位東林 市府官員媒體朋友 大家好 請問交通局長 台中捷運發生意外的CJ920 他們路段的工程告示牌 我們從他的立牌單位 設計單位 監照單位 承包廠商 還有通報單位 是不是都沒有台中市政府 是 那裡面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這整個的工程 從設計施工到監照 都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終結現在 就是依據 當初爭議很久的 三邦協議書 開始進行 現在一路到現在的施工 是沒有錯 那這樣子責任的歸屬 這次的意外 應該是很清楚而明確的 對不對 是 事實就越來越釐清了 對 事實是越來越釐清嗎 那我相信市府 你們為了負起地方政府的責任 也為了避免以後再度發生的公安意外 你們也很用心的做出了檢討 那既然要檢討 我想本席 我也來盡我的力量 來幫你做一下檢討 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跟交通局索取 事工通報單 那交通局的同仁跟我說 這個是機密 不能提供 沒多久 局長就拿著這份機密 在媒體面前澄清了 當然 釐清真相是很好 但是為什麼跟議會說這是機密 這點本席要抗議 那我拿到這個事工通報單之後 我想請問在座局長處長 你們的所屬有哪幾個單位 有收到這個通報單的 請舉手 都過十分嗎 謝謝警察局長 來請教警察局長 你們收到這個通報單以後 警察局負擔的任務有哪些 你用太多的時間 我一項一項問你 我先問你一項 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 你接到之後 你要通知警察廣播電台 去廣播施工訊息跟改道路線 你們有做這件事 這個通報單 當時我們收到的時間 已經是 沒有 我們不要講這個通報單 你收到 你過去 有跟警廣拜託人去公布 沒有 有沒有派一交協助交通指揮 一交交通指揮 要施工單位提出申請 所以這兩個沒有做嘛對不對 對 請教環保局長 人家有派人去掛插 廢棄 噪音 還有一些塵土 這個 這些事情是平常都會做的事情 你給他做的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要列入檢討範圍 民政局長 你知公所也會接到 公所接到的任務是什麼 請做齁 你也是要通報我們的這些區民 讓他們知道這個路段要施工 你要怎麼改造 最終我要說到的交通局 我們的施工通報單上面 其實我們只檢討了 他的施工時間 但是 關鍵其實清楚有寫到什麼 第一 施工機具 你關鍵誰說200檔會掉車兩台 但是我們的 交為計畫書 我們是應該派300檔的兩台 所以你這一看 你就可以打錢了嘛 第二 我們的 道路維護 應該要雙向封閉 因為這一個 交為計畫 他本身就是為了要把北屯路從單向封閉 改成雙向封閉 所以提出更改的 但是他封閉的時間 封閉的地點 也只有單車車道 包一眼施工 我給我給你時間 好 第三點 他的施工項目是說 穿索不完全 有安全疑慮 需要延長時間 所以不要想說 這個不是第一個施工通報單喔 4月8號到4月10號中間 還有別的施工通報單 是不是還有別的通報單 但是沒有拿出來 報告一眼施工 這個是延長而已喔 報告一眼施工 沒關係 但是我最後20秒都給國長 因為要檢討 我希望 徹底來檢討 我 絕對相信市政府很用心來做事 那以上請交通局 報告 施工通報單在目前還沒有 我們的知識條例還沒有調整之前 施工通報單是廠商自己在通報了 在 台中市政府並沒有準博的權利 沒有那樣的一個機制 市 市長請坐 來 議長 林議員一萬 謝謝主席 我們林市長以及各局勢 還有我們林副市長 他議員投入 他後面媒體 剛剛 我聽過的議員 我說 離清 我要請問說 王機長你現在離清了 責任上都已經離清了 是嗎 剛剛你在說離清啊 我們江議員在問了 你說離清了 還是什麼離清 報告議員 這個整個工程的這個公安意外 的真正的責任 現在是台北市政府要提出來 檢調單位在進行相關的調查 離清是哪一個有責任 這個就是檢調單位現在在調查 台北市政府相關的 離清了 已經離清了 離清了就是 離清了就是什麼人 這件就離清了嘛 是不是這樣 如果按照這個三方的這個合約的話 現在整個施工 設計施工跟建造 都是在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 現在負什麼責任 檢調單位再進行相關的調查 好啦來你請問這個 我 我 葛東啊 你那個離清 還沒有離清 你不要講離清 不要說前朝 不要說後朝 其實 這件事 這件事的發生 也不是前朝也不是後朝 是這個違理的問題 是這個違理的問題 再來我來請問你 我們現在這個 鋼糧在調掛 是用什麼方式來調掛 請問 鋼糧調掛實際的施工的計畫 這個都在台北市捷運局核定的 你要了解 你做鋼糧 鋼糧調 你不知道要了解 這個 用什麼方式來調掛 不是這件事進行 因為山王河河河就是這樣規定的 所以這件事 你如果不知道你有坐 我要請問 林副市長 他是專業的 我們 捷運的這個 是用什麼方式來調掛 鋼糧 林副市長 吊車在調 用吊車在調 我知道 吊車吊起來 我知道 但是用什麼方式來調掛 全吊的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沒有你請坐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方式是 用上空調掛 就是一台接一台 一台接一台接去 對不對 你時間的單位就是 沒有了解這個時候 他剛才翻完 中間沒有渡 頭前車放下去 後面這裡就放下去 後面這裡 我們剛才有一個議員在說 腳沒有渡踢幫 他完全沒有了解 腳 很大台的吊車 一定要踢幫 要用拖車拖起 再吊車下去 吊在住踢幫 他就是他放下去 吊車整台 他會扭進前去 所以那一台腳 怎麼會扔上去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問題 不要說 怎麼會 如果交通的問題 我就跟你說過了 我這個專業 所以 你有什麼事情 你可以說 大家討論一下 所以你不是說 我們這台的調車 他沒有渡踢幫 齁 剛才有議員在說 沒有渡踢幫 他是幾台海外的 那是我剛才讀到 沒有啦 那一隻鞋子要幾千萬 齁 那一隻鞋子還要去 那一隻鞋子要幾千萬 齁 齁 所以你講起來他也好運 齁 齁 齁 問題是出的對 問題是出的 離巴的問題 齁 齁 威力啊 齁威力跟交管的問題 齁 齁 所以 要去給他 是不是這樣 齁 齁 所以啊 我們 那些 威力啊 就不對了 齁 齁 你沒有交管就不對了 剛才有議員在說 啊 警察局 警察局 他三點外 收到那個 交管 變更 計畫書 三點外 他去收到 要來扶 對不對 他也沒有要求交管啊 是不是這樣 齁 齁 所以你 高公交啊 你說你無權 無權齁 齁 來這個交管 我是感覺你 你有一點 推測的責任 對不對 你高公交 一定要去交管 要做什麼 一定要去了解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齁 再來一點 他覺得都沒有來通報 你那個 期間齁 剛才 五便 到四月十幾 那是剛才去六月 沒有四月十五 也要一次去六港 是怎麼會 好請坐時間到 好 好 時間到請坐 好 李議員請發言 謝謝 感謝我們的主席 大家好 那我想 發生 終結這個公安意外 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整個市府團隊 都要以最嚴肅的 這一個 立場來面對 我想 市長也很難過說 碰到這樣子的事情 我想市長也很認真的 來做 這個後續的 這些 可以說是 這個 收尾的這個動作 今天下午 馬上等一下 就要公計了 希望說市長也能夠到場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議會 在執行的時候 不要耽誤到市長的時間 這是我在這邊跟主席建議的 但是 剛才 我們很多議員 對這件事 都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我想這些 專業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違理 到底是不是交委 到底是什麼狀況 落下就是落下 這就是屬心 那麼 這個 我們的檢調單位 去釐心 這個事情的真相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說 我們的市長 我們該負的責任 還是要負 我想說市長也講了很多次了 但是 對於說 過去我們幾位議員在講的說 這個97年 所簽訂的這個三方協議 上面立協議書人 毛治國 郝龍斌 跟胡志強 現在 毛部長貴為 這個行政院的院長 那主席我也要跟你說 我們來抗議 因為上面我有說 如果今天要做這個報告 要叫北傑的人 來參與 來列席 我們沒辦法把柯P叫來 還沒有 有啊 主席我們不知道 有法務人去北傑 但是我看起來 這個 這個 這個協議書名頂 事實上 它可以甩都不甩我們 因為協議書名頂 北債的歐治 很清楚 你要叫毛治國來 也不可能 所以說 這個部分 沒有那麼究責 當然我們不是說 清算前朝 我相信 林議書頂 發言這麼多次 我都不說 用清算這兩位 但是剛才 有當年說 就說 阿拉事件 拿來做這個比較 大家報告 阿拉事件 頭前的議員 頭前的市長是什麼人 也是 黑市長啊 已經做高檔的這個 市長之後 才發生這種公安的事件 是 小台中變大台中 也是一樣 他在做市長啊 都沒有扶起這個 政府 林市長 我說的意思很簡單 我們現在你剛開始當只有當三個月 所以呢 我們可以比較用 阿這個 阿這個 體量的這個 阿這個角度啊 來跟你說 剛才這麼做而已 發生這種事 快點 把這個責任釐清 快點 把這個後續的這個修 收委的動作 快點做得好 阿當然 這不是說在比平 不是說 過期你在做 現在沒有做 所以說 這不是說在這裡要清算 還是怎麼樣 是希望說拿出來 讓市民更了解 他說 到底這要怎麼 來做一個比較 當然是希望說市長 可以說認真做 市長要發言 你先說一下 來 發言 我想道歉跟 承擔責任 這個都是前提 但是我們還是要理性來討論 大家在討論的幾個關鍵點 一個就是交管 一個就是 這個通報單 就是說 有一個交違計畫書 只能夠允許夜間施工的時候 它違規 到日間去 那本來要三天前要通知 按照原來他八號的通知 也是十三號才做 所以他怎麼會在十號 違規 然後臨時去做 不該做的工程 這個我們要查清 而且要檢討之後 避免未來再發生這種 明時不符的情況 再來就是說 因此這個交管 剛剛警察局長也講 這個交管必須要由施工單位來做 他必須要負擔 因為他才知道工程在怎麼做 什麼時候什麼地點 周邊的情況 到底地主要把四根鋼梁都組起來再吊 還是要空中吊樁 三家一個鋼梁 這個都涉及到很專業 而這個也是北捷必須要去按照設計 來施工來監照 比如說 這一個整個吊樁計劃 有沒有符合安全 他的設計 這個也是 包括我去探視 這一個 傷亡者的家 他們的關係 因為這個吊樁設計 如果是 這一個北捷跟遠陽 中干貨的責任 那那個施工的 謝信的公投 他本身就是可能受害者 但如果只是吊的動作出問題 那這個責任就不一樣 所以我完全站在家屬的角度 全力在幫忙釐清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也很清楚 其實包括北捷 遠陽跟中干貨 他們為什麼會和解 要賠償 這一千多萬 就是他們也感受到 也我想也檢調已經調查 所以這些事情 我們必須理性討論 然後 我們才能夠檢討跟改進 而我們現在要在復工 我一定要求 要做到議會滿意 然後我們三方的協議書 目前也展開協商 也有進度 雖然北捷還是 不贊成來議會備詢 但是不是議會 如果決議的事項 我們市政府可以要求北捷 要做書面完整的答覆 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們現在要緊急來去探討 怎麼樣來去避免 再發生這個悲劇 這個也就是我們要承擔的地方 謝謝 邱子議員請問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林市長 我剛才看 我看你把我們的李天生議員 也說得很上誓 他也說這也是 讓我們的市民大眾 他們都在看這個事情 外面倒就是 他覺得說這我們台東市政府的疏失 但是我看這都不是這樣 所以 今天在野黨也給他們表現一下 因為你看 這 這 在歐洲共時代 我們任憑 我們在庭的這些議員 我們的民進黨議員 在討論說 這就是不平等條約 不可以這樣做 你看 賈方是我們的交通 沒有啦 以方是我們的 以方是這個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 北捷啦 這北捷就已經 每次做工作 都已經這麼多 不好的東西 你看 像馬特拉布拉我來拉 這也是北捷啦 還有炸弧線啦 你看這麼多工程都是 都是弊端連連 所以你看 我們 臺北方 這是我們台東市政府 甚至我們的 我們的錢內 中央隨便給我們補助 我們也是要付自己 派的這個 這個 費用 但是我們高級是 我們的交通 交通部 再來給這個 再來給北捷 台北市政府給北捷 還給遠洋 當然他們沒有拿到我們的錢 我們要接受我們的 這個約束給我們管 基本 沒辦法感讀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現在 當然現在 事情發生 我們也對這些罹難者 我們也表示哀悼 也表示說很不捨 但是 我覺得 我們交通局 還是有一些 這個責任 是有這個 當然 他們提出來的 他們拿出來的 你看 什麼這個 要來施工 你幾年 你那個廠商傳來 傳稱來的公文 那市府都 就這樣看到而已 是有準 還是不準 還是說 好像補給資料 我們工作 我們怎麼做 齁這都是 是 不應該的 這個 都是他們 白捷來便宜行事 齁齁齁齁齁 所以你看 我看 沒有位的就是 已經施工完成了 才沒有位 但是在施工中都有位 這就是 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 白捷 他便宜行事 好 你大型調車來 要來做的時候 是你威力 雖然是拆掉 你給它 給它 好方便 來放這個調車 但是 會用做活動的 你要給它 各地 換動的 給它看 說你調車 構定好了的時候 你還可以來 來為為理 來做這個 便宜行事 等於說這個 沒有把這個 人 人的這個安全 看著 會說這是以便宜行事 來做這個工作 甚至調車是要用三台 齁齁 所以這個中間國 也不對啊 這是要用三台 調車他用兩台 齁 螺絲是兩千多顆 你所有八顆 齁 所以這都是 齁 我們台東市政府 說比較難聽 都是 有權 有責無權 齁 我們用這個 沒有這個管理 來做感動 所以要很明確的 齁市民知道 這是這個 這個 是我們 政調齁齁 做這個 不平等條約 才會讓我們 今天來這樣 但是我們也要說 我們一定要 在我們現在主情 我們也不能 推卸責任 齁 是不是我們要改 說 落實權責 要重新預約 我們不說 我們可以說 對市民交代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說 我們 沒辦法 讓他來復工 沒有公安 這個沒有公共安全的這個 沒有排除這個余律之前 我們沒辦法 讓他復工 是不是市長請你 說一下 主席齁還有議員 我們現在就是要求完全停工 那要復工 他們現在已經有第三公證的單位 就是台灣省土木祭司公會 他們必須檢查背書 然後 因為他們有專業的這一個 啊知識 所以這個是已經北捷 本來是要請我們推薦 我們也是要求你北捷要負起責任 要找到第三方公證人 同意他們復工的部分 齁再交給我們市政府來同意 齁這個就是把技術的審查 跟我們在行政上齁的一個監督啊 齁把他能夠齁結合起來 所以確實如此齁 目前的工程 除了剛剛講的 因為有法子息的一些工程 他們現在如果停止 可能會迅其來更嚴重 齁那個是為了要停工 的時候的做了一點 啊這個 讓他可以安全停工 然後再來的復工 我們一定詳細的要求就是說 包括他的交為計畫書 過去規定他沒有執行 或規定不合理 比如吊樁計畫 為什麼這一個 可以這樣子 齁就是吊樁這一次的一個發生事件 那設計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不只是施工 背後的設計 我們會要求啊 他要全面的更改之後 我們才會同意復工 所以沒有公安就沒有復工 好 謝謝 謝謝 好議長 我們市府同仁市長齁 還有我們所有的媒體先進 大家辛苦齁 已經下午了 幾個問題我先問一下市長 市長請問一下 台中捷運設在台中 我問你 現在工程出了狀況 包含市長你本身 還有交通局長你本身 有沒有任何人可以進去做檢查 對於工程有沒有監督跟檢查的能力 你回答我 到目前為止我們是沒有檢查權 所以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工程的品質 另外就是安全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勞動檢查 這兩個部分在目前 我們沒有辦法 月除代包 對 所以台中市的捷運工程 除了狀況我們連進去檢查的能力都沒有 對不對 目前是沒有 好市長 我再請問你一下 呃 今天大家講好 台北市捷運局應該來現場備詢 為什麼 你市政府 身為市長 沒有辦法要求台北市捷運局來現場 給我們做備詢 現在是北捷就拿出這個三幫契約書 對 那依法行政之下 我沒有辦法 強迫他 但是我有剛剛講過 議會 強烈要求 所以我說 你一定要負起責任 但是他們不來嘛 到目前為止 他們不來你也沒責對不對 目前我沒有辦法 目前沒責 好 我來說文解治一下 市長 如果我說錯 你可以跟我指證 是 第一個 這個案子就我們三方協議的精神來講 這個案子的業主 是交通部 對不對 對 好 這個案子 我們在執行在蓋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執行單位 是台北市政府對不對 對 對 我們台中市政府 是在蓋好之後 最後營運的階段是由我們台中市政府負責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這個案子已經很清楚 這個案子的業主 是交通部 這個案子的執行 是台北市政府 這個案子 台中市政府 除了土地取得以外 我們只負責 後續的營運的部分而已 所以各位同仁 包含國民黨的同仁在內 大家要搞清楚狀況 今天業主沒有在現場 施工單位也沒有在現場 我們今天在接孫 是在接孫 自己歡喜自己爽的 今天捷運 台北捷運公司沒有到這個地方來 台北市捷運局沒有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在質詢到底在質詢個什麼 我實在是搞不太懂 所以市長 你現在要重啟三方協議是嗎 對已經開始進行 具體的協調 好市長 我在這裡 我相信所有站在這裡的議會同仁 都一樣要要求一件事 我拜託市長 你一定要幫我們做到 我們要 爭取台中市的尊嚴 我們最少 我們最少 要要求北捷來議會質詢 來備詢 市長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台中市議會 你會爭取到這一點 我會全力以赴來 但我建議喔 如果議會能夠做成 具體的決議 是 比如說今天的專案報告之後 如果議會做成決議 讓我更有力量 對 來要求跟台北市捷運局 更改或補充這個三方協議書 好 在目前為止喔 我們有跟他們講說 好你就算你人不能來 你至少說有個報告要送到我們台中市議會吧 好市長 因為他們掌握最多的資訊 市長您要的決議議長 我們待會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決議 我們要求台北市的捷運局 必須來台中市議會來備詢 來接受我們的備詢 好市長你請坐 接下來請張芬運議員 謝謝 我想齁時間很短喔 就是市長您的三方協議能夠如何落實 時間不能這樣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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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拜託啦 不會啦齁 自己的捷運自己救 我們以後還有很多捷運 我們要不要成立捷運局 市長請回答 好市長這樣子啦 自己的捷運自己救 是我們台中市議會跟市政府的希望 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啦齁 目前我們看到的問題是 台北捷運來決定台中捷運怎麼蓋 交通局來決定台中捷運怎麼蓋 那既然台中自己的捷運要自己救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有能力蓋 應該是目前來不及了 三方協議簽下去 好未來的管理 我們有沒有要成立一個捷運局 來專責管理我們台中市的捷運 報告議員齁 我正在跟林副市長齁 我們在規劃要把現在的 所謂的台中的快捷巴士公司 要把它轉型 把它升級為啊 就是一個快捷的公司 就包括捷運 跟未來的大眾運輸系統 包括可能有輕軌等等 所以會以公司的模式下去管理 對 好 時間到請坐 何美審議員請過來 謝謝 釐清責任 記取教訓很重要啦 我們還原事實的真相 當年啦 本黨團在這個議會殿堂也曾經 極力的要求 這個我們要負起監督責任 不可以私下的 所謂三方協議 這個 所以啊 事情發生四月十二 那天我自己在FB 臉書 我也自己報告 身為民意代表 雖然我們不必付 之前的證明 但是啊 身為民意代表 這也是算 感動不足的一項啦 所以啊 我齁 我沒那麼慰態啦 下早做事 但是我心裡說 我自己也要主政出分 我用這樣 給大家做參考啦 市長 所以 我們現在 今天在檢討 這個 終結的公安事件的檢討 我們應該來 擬清責任 今天這本報告的 我們想要去獲 齁 賀蘭發現齁 齁 三粒大銀齁 還有輸銀齁 郝龍斌 齁 還有胡志強 還有毛治國 那這都有銀子的嗎 這都有銀子的嗎 我這個議員還沒有銀 齁 你們這有刀還有銀 我們這沒有刀 我們這有刀 我們這不算刀 我們算刀啦 齁 沒有銀 啊 你這有銀的都不用付錢嗎 好 剛才我剛才聽到市長說 齁 你要付去行政結任 好 這樣有 有錢 但是啊 政治結任什麼人要付 是不是這三尊要來付啊 這三尊是不是要付 政治責任要付吧 連我這個沒有印的我都在付政治責任啦 對不對 所以啊 女士阿 這是JChuhi啊 追究這三個啊 蓋這印章的是三位大佬 這個政治責任 這是真重要喔 這是大家真的那 Pourー 總之說,你要跟他做骨切,要跟他做政策的時候,你要好好小心,要扶起這個政任。 政治的這個政任分三種,第一樣就是政治政任,現在就說這三種要扶植。 第二的政任,當然是行政政任,其實你一定也要,老實說,行政政任要打起來,打起來就照清楚,到底就打一個困窄, 我們市政府打一個單位,打一個人,他的實質,我看要照光信,要訪證我們要扶起什麼行政的這個政任。 當然法律政任,那也不是我們煩惱就對了,檢察官,地檢署,政治單位都在調查。 法律的政任,那個部分,我們要不能隱藏,不能隱藏,我們好好配合, 把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法律責任,通通擬清楚了之後,我們還是,台中還是要走下去。 台中還是要走下去,我現在在想說,欸,現在停工了喔? 有一個單一輸行來停工,要怎麼辦? 你要想看喔,文心路,對北頓這樣喔,落到這個歐吉這樣喔,沿線沿線喔,已經關了多少店頭了喔? 自捷運施工了喔,這樣關了多少店頭了喔?那些人啊,哭的,晚上在哭他們快要倒閉了,他們沒生意做了,誰理他們? 所以啊,像這個啊,我們不能說只見新人窟,不見救人窟啊,齁。 我們應該要依全民的利益,唯利益,好好來思考說,要怎麼趕快給他,趕快學工。 學工比較重要啦,很重要啦。 你們要去看拜拜了喔,避兇了喔,啊,被凶了喔,也要再,欸,也要再吃一吃,就要再放開,又拿去做,這樣就對了喔? 所以啊,不能奉餵這個,近學工的這個,重設大任啦,啊不齁,沿線,甚至幾個都市,都消掉了。 市長,我問其中,你怎麼回答,你有什麼課案? 主席議員齁,就說我們當時決定,沒有安全一律的,經過北捷的同意,齁,那他們就是開始逐步的猜,或者是說,唯利。 我覺得這個政策還是對的,因為很多地方,你唯利一直在那邊,你連左轉啊,都會可能有一些視角上的問題,造成很多車禍,所以,對的部分我們還是會繼續做。 說我怎麼跟你說啦,也沒有不對啦,那就是說復工的。 政治操作,就跟你說啊,就要跟你說啊,就要跟你說啊,就要跟你說啊,你就是,喔,因為關港的關係,那你不用解釋啦,你解釋太多了。 那麼復工的部分,現在就是逐斷檢查,那逐斷的復工。 那現在已經有,台北市捷運局經過,跟我們諮商,已經同意,聘請台灣省土木祭市公會。 現在理事長是施一方理事長,他現在就已經都進駐了, 那我們的交通局,我們也有派人,去那邊就是,就是了解這個情況。 所以,呃,現在是有兩,兩段啦,遠洋之外就大陸工程。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喔,就是,凡是,有一個檢查安全合格的,我們就會去復工。 好,了解。 時間大,我們,呃,請劉宿州議員發言,在發言前喔,註請大家的意見喔。 因為今天,下午喔,市長要參加公祭,是不是,劉宿州發言以後,我們就結市。 沒有啦,如果沒有,如果沒有就是大家說我參加喔,當然1.50啦,講到1.50啦,講到1.50啦,我來,你告訴我,超過喔。 主席,他說1.50啦,議長講1.50啦,主席講1.50啦。 謝謝,等一下,謝謝齁。 李市長,人命關天啦齁。 我想啦,當初啊,胡市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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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講他,放手容易,放心了。 所以如果他在當市長的話,他一肩挑起,而且,一百年時候,阿拉斯件發生的事有十九個人,第一時間,消务市長,黃區長,主席長,跟市長請辭待命啊,這個是一個政治的一個承擔啊。 你以為,你以為,你以為我這樣做嗎?你父親這樣做嗎?對不對?十九,十四個人啦,這個對台灣市的形象是多麼這麼大的一個羞辱啊,對不對? 沒有,剛才都通常跟你一樣一致的口徑,說這個是交通部跟,我們這個台北經驗局,台東市只負責土地徵收,跟你會來雲苑。 那我請教一下市長,你譬如說叫人家趕工提早兩年,你譬如說叫人家停工,你說你都沒有辦法啊,為什麼這樣可以停工?你可能沒辦法。 其實市長,我要講齁,不是說卸者,而是如果去承擔,這才是重要。 你看看你的報告署裡面,你也寫啊,這個是汪劇長的報告喔,一百零三年度全民對捷運立憲工程七雜二十四,並未發現於日間進行專制計事。 二十五次一百零三,這是胡志祥時代,二十五次,都沒發生。一百零四年至今,事發七雜五次,查獲三次。沒有,以公分以交為計畫書規定不符,分別開罰三萬五萬及十萬。 我請教你,你都使不上力,你為什麼可以去開罰?你為什麼不能叫他熱烈來停工?難道這也不是一個責任嗎?對不對?我就奇怪了,財機查,你上任財,財機查五次就有六次不符合交通計畫書。高達六成的比例啊。 大家都是什麼?結果我都不知道,錢花就好嗎?高錢就好嗎?就是這樣子,姑息養奸。 主席,說實在真的,市府的責任責無旁貸。 不然,你跟人家計劃什麼?都沒你們的事情。其實我說我也贊成啦,同仁講這個如果跟北傑,你說這個七月不好,我贊成。乾脆跟他解除七月,因為當初是胡志強跟那個郝龍斌結的嘛。現在是柯,現在是那個是那個柯文哲跟理事長你嘛。乾脆,你把他停工掉。他拆季端,你拆檢疫線。你改,你當初你想用地下好了。 你去找我們那個高雄市,陳舉陳局長,請高姐來。我看這樣也不錯,對不對?至少舉姐跟你比較好一點。你們好溝通。這個啊,我們柯批不好搞啊。怪你怪氣了,對不對?所以我希望真的,你真的在這樣自己做的時候,在第一時間上,政務官應該有承擔。 當初我們的蝦伏市長,我們的黃局長跟主席長,都是政務官啊。人家第一時間可以做這樣真承擔。 股市長他雖然沒有答應他們。既就嘛。澳街承擔嘛。不要一直推折,我覺得推折不是一個事情最好。只會讓人家看清說,你的團隊裡面,真的,是沒有這麼有承擔的這樣的政務官。 我希望,全對你們自己的計劃書裡面,你們的報告裡面寫的,交通局裡面有提到,本府叫未能及時發現本次意外事故事調裝工程,於日間進行,進而即時阻止,時有疏失。 還有,為本府交通局,因主動計劃力不夠密集,未能於期時發現本次意外事故工程,於大型機器進出而暫時拆除。 為了期間,加上遠陽公司未依規定封閉北屯路部分路段及車道,未能及時發現這個時有疏失。 還有一點,本次意外事故事工程,於非規定期間,施作吊裝工程,為本府交通局未能及時發現,及時要求改善,是沒有疏失。 你譬如說你沒有事?那為什麼會這些疏失呢?關你批示啊?這個都是我們的交通部的事情啊?台北檢舉事情啊?關你台中市什麼事情?你幹嘛寫這個報告呢? 沒有必要嘛。我跟你說啦,今天如果啦,交通界如果說落實就還有公安的勞動檢查,你今天如果說把他道路封閉,你今天在使用的時候功能沒有在上面,施工,就算跌下來,沒有摔死人的話,今天事情會這麼大嗎? 什麼?你市長?還沒西洋?對不對?去年拜託,那個一樣是掉下來,沒有? 好,時間到,請坐。 呃,蔡依林,議員請發言。 謝謝主席,我想今天大家都在講負責負責齁齁,大家別忘了,當初簽這個協議的市長是哪一位?齁,大家都有看到,民進是這些保持共的名字。 我想事情發生了,當然是有人要承擔,有人要扶責。但是最重要的是,後送要怎麼做。這應該是最重要的!所以市長,你剛剛有提到說, 沒有安全 沒有復工 本席支持 我想發生事故的那個地點 距離我服務處不到500公尺 坦白說當天 人心惶惶啊 那就是我們的學部處附近而已 哇 那個真的是慘不忍睹啊 再從交通報告 再從交通局的報告裡面 我們看到原來交管 居然不是我們交通局的責任 其實以民眾的感受來講 市長我必須要 必須要坦白說 雖然我們簽了這個不平等條約 企政府知道 伯傑知道 交通報知道 但是我們的人民不知道 特別是 你時間的時候 在白天 在週五週末 那種下班的時刻 而且距離不到500公尺 就有一個市委國校 市長你能夠想像嗎 其實在捷運綠線 在我們北魂座 對我們地方上我們歡迎 但是對於工程的施工 我們對於這個不平等條約 我們強力的建議市政府 真的讓他勇於稱讚 讓他爬起來 我們應該要重新議員 甚至在沒有安全的基礎之下 沒有復工 這個一定要堅持 我覺得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 要給民眾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不要說走在北頓區 連我現在開車載小孩 小孩都還會提醒我說 媽媽上面有鋼梁 剛剛在質詢的時候 我看到那邊也在掉鋼梁 哇 我也心頭會怕怕 現在大家穩良色變 我想怎麼樣讓我們的民眾 能夠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然後讓我們的捷運綠線能夠安全 是市政府現在要做的事情 勇於承擔是一定要做的 我剛剛看到所謂那個交通局的報告裡面 有寫了幾點的書詩 我覺得我們自己承認書詩這樣很好 這是一個府建立的表現 做一個政府就是應該這樣 不對 就要知過能改 我們有提到說 譬如說我們沒有能夠即時發現 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 我們的稽查人力不足 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 我相信民眾更在意的是 後續施工方面 我們的政府到底要如何保障 這個工程安全 譬如說他現在鋼梁在 如果應該也是會有吊掛的工程 那我們的警察局交通局 要再怎麼樣在這個不平等的條約之下 我們還要能夠去保護到民眾的安全 這個是我們即刻要做的事情 這是民眾所關心的 民眾關心的是 譬如說像剛才也有議員拿到 我們或許可以透過廣播系統 讓我們的民眾知道 但是絕對不能再讓工程單位便宜行事 市政府也絕對不能再以一句說 因為交管不是我可以負責的 我相信如果講這樣的理由 民眾在民眾的心裡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依照的經費單位 你就是要給我一個安全的工程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這個是身為政府應有的責任 我認為說我們既然都已經發現了這個條約上的問題 我們應該即刻去解決 市長你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請第三的公正單位 在沒有安全之前沒有復工的問題 那我們這些所謂的全面安檢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做好 可不可以讓民眾比較心裡知道 那後續接下來我們萬一有工程要施做的時候 我們的交通局新聞局還有我們的警察局等等的相關單位 要怎麼緊密結合甚至配合我們的民政局 透過我們的林里長系統 廣發訊息讓民眾知道說那個路段 現在目前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些都是各單位都應該負起的點線面 整個責任 整個點線面 訊息透明清楚 讓民眾清楚的了解 市長請你簡單為答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全面安檢完成 這個當然沒有底線啦 不過我們現在他有第三公正單位 有專業的 那逐斷這個檢查逐斷的復工 但是因為他的復工設計在譬如吊樁的計畫 因為這個東西涉及到北捷跟他們的關係 我們會要求 有預計大概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完全全面的安全都完成嗎 這個真的必須要檢查之後發現那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部分就復工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部分如果安檢過了 我們會逐斷的來 就是說就是由他來復工 我想安全最重要是政府怎麼樣上情八秒 好 好 謝謝 賴教委員不在現場 陳新郎議員不在現場 這樣還有三個 還有三個 最後一個三分鐘 楊宗議員幾萬 沒有啦 不便啦 楊宗議員幫忙幫忙幫忙 謝謝主席 對於我們 台中市 這個捷運立線發生的公安意外 有造成 四位傷亡的這個事件 我相信 我們市政府 還有我們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民 都會感到非常的驚訝跟悲痛 楊宗議員 在台中 在台中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台中市政府 跟我們民眾 都應該嚴肅的 面對 這件意外的檢討 從這個協議書上 我們可以看到 台中市政府簽署的 這三方協議的開始 我們都 已經遭受到 中央政府的打壓 跟欺負 因為這協議書上面 寫到了 他們要怎麼蓋 蓋到哪裡 有誰來蓋 以及工程的監督 台中市政府 都不能插手 連交管都不能插手 賈方 就是 我們現在的行政院長 當時的交通部長 毛治國 賈方委託以方 台北市政府 規劃台中捷運 賈方還指定 高鐵 高鐵局簽訂 總顧問跟系部的建設 以方 台北市政府委任 捷運工程局 接班的這個 接班的工程 賈方 以方 兩方都不受到 台中市議會的監督 我再強調一次 賈方 以方 都不用受到 台中市議會的監督 從頭到尾 都沒有台中市政府 說話的遺地 我覺得我們台中市 被中央欺負了 已經被欺負的很慘了 但是我們是因為很多議員 都沒有站在我們台中市民的這一邊 實在非常的糟糕 也是我們台中市 家門的不幸 花生事故了 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還有行政院長 都沒有來到我們台中看一看 來關心我們台中 當然這要怪我們 當時的台中市政府 為什麼簽訂這個不平等的條約 當時的市長 還要黑箱作業 三方的協議 規定的 交通部跟北捷都不用 向台中市議會負責 這樣的各地賠款的協議 都是我們中央政府簽的 台中市政府 只負責土地的徵收 跟未來捷運的這個經營 捷運的規劃 施工都不能讓台中市 台中市府來參與 台中市府連操化遺地都沒有 我在這邊請問一下 我們交通局長 捷運施工的交通維持計畫中 交管的工作 有誰來負責 請局長回答 報告交通維持計畫 是由廠商提出送給交通局審查 是廠商對交通局的承諾 因為他要施作這個工程 他有危險性 所以他要封路 那他怎麼封 派多少人來封 封多大的路口 在什麼時間封 都是施工廠商 所提出來的承諾 那交通局按照這個承諾 覺得他這種封路的方法 可以在夜間進行 因為他吊掛的時候 如果在日間會影響 台中市的交通 所以交通局當時核定 晚上的11點30分 到凌晨的5點30分 因為沒有車輛通行 所以做整個封路的動作 才允許他執行這個工程 所以這整個的交通維持計畫 包括那個交通指揮的人員 都是廠商要負責 廠商當然可以跟台中市政府 警察局來申請預交 或者是用他們自己的保全 來做指揮交通的工作 那這個是廠商應該要辦的事項 好 請坐 本席認為 未來針對中央在台中市的重大工程 尤其是台中市政府要 還要負擔起 對地方的這配合款的工程 台中市政府都應該具有監督 跟管理的權責 都要到台中市議會來備詢 所以依我們這個在野黨的 這些議員所提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柯P來質詢 還是請我們這個行政院長來備詢 所以我在這邊 中解的意外 哀經勿習 政治操作 是可兒子 中解的意外 哀經勿習 政治作秀 是可兒子 好 時間到 中解議員請發言 感謝 感謝祝姓 高雄教授 請教授 你 什麼時候到職的 去年12月25號 中解發生的事故是幾月幾號發生的 今年的4月10號 是你一直不來發生的 是 沒有人說三方協議書 都一直強調三方協議 我們今天探討是中解的意外發生 這樣為止計畫是不是你審的 你們交通局審的 交通局審的 有違反你交通維持計畫的一個施工行為 你不應該當場制止嗎 你任憑遠揚營照 直接一指的通報單 下午3點15分一個通報單 直接就施工 你們沒有派任何一個人去現場去制止他 報告議員我們沒有同意啊 你們沒有同意 他通報案給你他就有了 是不是有人背後在受益 說你遠揚整個中解的施工 你可以不要插就不要插 是不是這樣 這我不清楚我個人沒有 我記得在這段時間從去年12月25號到現在 有在媒體上有看過 兩位大人物講過的 中解沒有意外 提早兩年完工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要把 假送維禮拆掉環路於民 是不是有這件事 交通局長 呃環路於民這個是我們提出來的政策沒有錯 維禮誰指示要拆的 維禮我們跟台北市的捷運局的協調 在沒有安全顧慮 散布結構已經都做完了的情況之下 請台北市捷運局評估要把維禮拆除 把那個道路還給台中市民 我跟你講 不是營造營建工程做完 那就已經施工完成 很多的吊掛 很多的電器設備 都還沒有組裝 都還沒有進場施工 貿然拆除假種為禮 這樣子旁邊還有整個路過的這些行人 還有車輛會不會安全 很大的問號 不要一味的邀功 然後遇到發生邀功事情的時候 沒有一件事情跟我們台中市政府任何有一點關係 這樣你們對得起自己良心 交通維持計畫你們省的 跟事實有明顯的差距 一個這麼重大的工程 一個通報單給你們 也不用你們核准 也不用你們也不用去現場去 現場去制止 任憑他為所欲為 從103年開始 8月開始到4月10號 總共發出了38張的通報單 他說要怎麼就要怎麼 北捷的這個公司這麼的強悍 今天去上個禮拜 議會有要求他一定要到會 列席列席報告 連來都不來 可見市長 沒話說可美給你這麼好啦 他也看你瀑布 台北市比較大啦 我來他這次時間就聽我的啦 這塊是什麼公司 市長 請教一下喔 現在營造工程的勞動檢查權是你的還是中央 目前是中央的 怎麼說換成你 換成我同事 今年5月1號 5月1號以後你的這些重大 營建工程中大建設 你需不需要再加強公安的部分檢查 這部分我們一定會來加強檢查 你敢檢查嗎 有關本府的公共工程我們一定會加強檢查 如果看交通局最出於終結的這個事件這樣子 我看你也不要檢查好了 因為他也不見得會理你對不對 會合作啦 會合作一起辦理 你不是合作 是要加強積查 不能有再類似的事情再發生了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市長 請教你喔 你剛剛說沒有公安就沒有復工喔 可不可以請北捷 做一份詳細的終結的一個施工的過程 做一份詳細的報告 然後來跟台中市議員來到場報告 可不可以 我會轉達議員的意見 那也會距離力爭 那如果議會能夠做出決議 我當然也一定秉持這個立場 我希望北捷他們所謂的負責 是包括對議會的負責 而且是實質的負責 包括來這邊說明 而且提書面報告 我覺得這個是台中市民一個起碼的 我們應該有的一個 這個權利 這個我想我們是站在一起 所以我經過這兩次的協商 那麼當然他們有一些部分在考慮 有一部分還是有顧慮 這個部分我會作為 就是未來的這個協議書的一個修正 就是盡快地來呢 請他們先提出書面的報告 事實上外界大概還有一個印象 以為北捷已經提出檢討報告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我們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這個報告 是到目前為止最詳盡 資訊是最多的 北捷報告到目前為止 我們不知道他檢討了什麼 感謝幾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站在台中市民的一個 選出來的市長 我必須要要求北捷 給我們實質的報告 也向議會來報告 謝謝 好 最後一位喔 楊宗議員 三文宗 好 謝謝啊 那個 市長 市長 你嘴上講要負責啊 心裡面是卸責無底線 我聽到現在 大家都在推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別人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別人的 我請問 今天台中市政府沒有責任 為什麼 遠陽公司 要跟你們報施工單位 施工計畫 要送八個單位 你們沒有責任 你們沒有權利 為什麼 你們可以處罰三到十萬 如果說這個都跟你們無關 那你們也沒有處罰的權利啊 人家也沒有 也沒有義務要報給你台中市政府啊 八個單位啊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說 因為你台中市政府 你的交通維持計畫 是你在把關 積核是你在把關 今天台中市政府要付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交通計畫 跟積查不足 積查明明是積查了五次 三次是由五分局發現的 五分局行文給你們交通局 交通局根據這一個五分局的 然後開罰三到十萬 我們新聞局可以編造了一個七十一次 我要問 這差了六十六次啊 六十六次 局長你說一下 是不是你說謊 包議員 說謊的局長要下台哦 是包議員 說謊的局長要下台哦 包議員 我們數字並沒有說謊 當天是四月二十號媒體詢問本人 問我說到底積查了幾次 到目前為止 四月二十號積查了幾次 所以那裡是發生前 事件發生前 少積查 事件發生後 猛積查 啊 積查六十五次 事件發生前 積查我還五次 這不是你們的心態嗎 啊 你停工了你還積查什麼 你停工了還在積查什麼 你不是在騙人 你在那邊打烏賊戰 啊 抹黑 尼巴掌 下台 說謊 下台 說謊 下說謊的局長 下台 今天 百分之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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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別人的責任 我們一個都不放過 但是 市政府有百分之一的責任 我們也一個都不放過 更何況 好 時間到了請坐 好 請坐齁 那 就就民事長齁 呃 解讀一下齁 我現在就解讀了 莫議長指示 向大會報告 針對今天 捷運綠線公安事件檢討報告 提出在場議員發言的建議事項 總結事項 如下 一 針對台中市捷運綠線公安意外 發生原因 所要缺失 系交通維持計畫沒有落實 建議市政府應以徹底檢討 列為督導改進之所要項目 並作為未來台中市重大建設工程之重點事項 另 市政府應該要求北傑向本會提出檢討報告 及工程進度計畫等相關資料 二 台中市政府應針對 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之三方協議書展開前面檢討 修正該協議書內容 並送本會審議 以建立全者相符的台中市捷運綠線 工程管理督導模式 三 本市公安意外 大多數市民以為承包商因負較大責任 但是交通部台中市政府及台北市政府 警委主管施工及監督機關 必須負更大責任徹底檢討 尤其台中市政府應該提出具體措施 提供平台 讓市民更清楚台中市重大建設 使全體市民亦能檢視工程進度 且能透過鄰里系統 窒息施工管制狀況 充分保障市民的安全 四 台中捷運綠線工程 市政府負責的單位 主管一再更換且專業度不夠 人利益不足 建議市政府應盡速補足相關專業人員 同時 亦應要求交通部勞動部及台北市政府等單位做專案檢討 針對公安意外 原因釐清責任歸屬 以查明真相 給罹難者及受傷害者 應有的撫恤及善後補償措施等 以上報告 市政府要負責任歸屬 市政府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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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約報告 針對楊議員所提到的 市政府要負責 賠償 賠償措施 我們在建議事項加進去 另外 這個不行啦 這個 另外有關 有關北傑 有關北傑 根據 根據目前三方隨意書 那個他們還沒有 還沒有到我們議會 對行的 義務啊 我們 我們應該 透過市政府要求啦 好好好 我們 好好好我們加進去 好 我們 普通修正 請坐請坐 決議要求北傑 好啦 還是 來啦 要求 要求北傑 的 都 我們議會喔 擋不到 跟我們議會被刑啦 好好好 好啦 北傑到會被刑啦 我不得浮宮啦 是啊 什麼 北傑到會被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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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得浮宮啦 我能不得浮宮啦 不得浮宮啦 那不再一個笑點 都會被刑啦 到本會被刑啦 去被刑啦 到本會被刑啦 到本會被刑啦 唷 很多人會被刑啦 沒來就不得烏功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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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我跟你講啦 檢調離清 但離清責任之後啦 市府該賠他就會賠啦 對啦 本來就這樣子啊 檢調單位 市府有事情要賠就要賠嘛 就這樣子嘛 好就這樣走走走 好了 好了兩點了齁 今天會到此結束了齁 市長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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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副市長給副市長 給副市長 副市長也不要走啊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不要走不要走啊 梅家安害死人 蔡惠寧要留意 蔡惠寧 蔡惠寧